第1381章 风魔凌风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此人 无论是谁 必须要斩 齐天风上 齐千任身上已经有杀意在奔腾 必须斩凌风 以喜齐家之耻 心不乱则宁 齐黄淡淡地说了一声 看向齐千任道 千任 武道之人 既会心浮气躁 即便动怒 喜怒不形于色 要杀他 心中记得便是 不过 这魔修修为强盛 一击能杀尊武六重 而且 刚才他随意表现出来的战里 有五种奥义力量 魔 死亡 诅咒 音波 不朽 每一种奥义都是非常厉害 难以领悟之奥义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五种奥义 而且除了魔之外 还有死亡 不朽 诅咒 音波 无论是齐千任 还是齐千行 都感觉心中惊颤 那人是魔修 有魔之奥义不足为奇 但这四种奥义 都是颇为罕见 难得的奥义力量 尤其是死亡 不朽和诅咒三种奥义 掌控的人很少 凌峰全部拥有 这 还仅仅是凌峰随意表现出来的 若是他有所保留 岂不是 直奔实觉而去 齐黄是在告诉他们 凌峰 无论不仅是战力强盛 天赋也极可怕 而且不知他还隐藏了多少 所以不希望齐千任下去冒险 即便齐千任很强 但是谨慎的齐黄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斗 不让柚子冒险 齐天旭站在后面暗暗心颤 天赋 这才叫天赋 如今他这昔日的十大妖孽 在一心静 崛起的青年面前 竟然显得如此的不堪 他的自信仿佛都要被击溃 若是让他知道 下空之人便是他恨之入骨的凌峰 不知会做何感想 父亲 那我们该如何做 齐千行请教道 齐千任都不一定能战胜 凌峰的话 那么 齐家的其他人 更不可能了 慢慢和他号 宋百战胜给他便是 齐黄平静的声音 没有半点波澜 但却让齐千行兄弟 内心微微一颤 凌峰如今才八胜战绩而已 送他百胜 那齐家 要牺牲多少人去送死 显然 在齐黄的眼中 即便百人去送死 都不会 让齐千任去冒险 是 齐千行微微点头 随即朝着后方走去 准备找人送死 他要找的人 当然是齐家无足轻重的人 而且 不能是齐家嫡系血脉 凌峰依旧站在站台上空 那猎杀者被凌峰一句话说得无言 身形已经没入人群之中不见 而齐家 却迟迟不见人 降临站台之上 齐家 没有泪主了吗 凌峰微微仰着头 缓缓说道 我来站你 齐天峰上 一道声音从天上传来 随即一尊五三重的身影 从天而降 让众人眼眸愣了愣 尊五三重 能与凌峰一站 而且 死人气质也不怎么样 精气神也不充沛旺盛 非常普通 杀 凌峰在对方来到上空之时 抬手便是 一拳轰杀而出 杀戮魔拳穿透虚空 那人寝刻间被灭 引得众人一阵唏嘘 齐家 让人来送死 凌峰也愣了下 随即心中了然 明白了齐家的意思 这齐家之人 真能沉得住气 齐皇竟也不在乎丢脸 让人来送给他杀 轰隆隆的声响不断 一道道身影从天上降临 不过却被一拳轻而易举地轰杀 而凌峰身上的战绩 则不断地增加着 这让人群无言 齐家 够狠 竟然以这种手段 来应对凌峰的强势 这魔修能够将齐家压迫到这种地步 都没有人赶上来战 可怕 人群对凌峰更加高看 齐家天才众多 若是能战胜凌峰的话 一定会来战的 既然齐家选择了让人来送死 那么无疑意味着 齐家的天才 没有把握对付这魔修 四十多圣计了 齐家 已经有三十余人送死 人群看着凌峰身上的战绩 不断地叠加 波动的心 也渐渐地平复了下来 这魔修 今日算是狠狠地甩了 齐家一个大耳光 他也真敢 竟然将齐家得罪到这种地步 一直站在战台上不走了 也不当累主 只为诛杀齐家累主 够狠 若是齐皇早知 有人会这么做 一定会修改一下规则吧 比如说 不能一直持续在同一战台战斗 此时 凌峰习惯地朝着上空 轰出了一道杀戮魔拳 对方释放的虚空力量仿佛破碎 杀戮魔拳要将对方碾压杀死 嗯 凌峰微微醋眉 怎么感觉这一拳 没有轰中对方 陡然间 一股恐怖的危机降临 让凌峰汗毛竖起 浑身都感觉到了一阵刺骨的冰凉之意 吃 一道璀璨夺目的虚空之剑 从天而降 朝着他刺杀而来 那耀眼的金色光芒 让他眼睛在一瞬间都无法睁开来 仿佛失神般 那锋锐无边的利剑 仿佛已经要刺中他 他隐隐感觉自己的脑袋要被破开 将要死在这一剑下 杀手 凌峰心头陡然间颤了颤 好 凌峰仰天怒笑一声 魔气瞬间汇聚 在他的身上 仿佛出现了一狂暴无边的魔王身影 要锤打天地 直接朝着上空之人 轰出了霸道无比的拳头 轰咔 剑光破碎 人影炸裂 那攻击凌峰之人 在这狂霸之拳下 瞬间被碾压成为碎片 死的不能再死 连渣都没有剩下 回去 凌峰心念一动 狂魔消失 但刚才那一刹那发生的景象 仿佛映入人群的脑袋中 挥之不去 那是 魔王 好似一尊真正的狂暴魔王出现 轰杀了那刺杀凌峰的人 还有 刚才站台上的魔修 怎么突然间差点被人刺杀 别说他们 即便是凌峰本人 刚才也着实一惊 强大的杀手 往往能够利用天时地利 制造必杀一击 他们不一定修为强大 但作为杀戮机器 他们杀人 极其的厉害 时常是一击必杀 刚才那一刻仿佛要被杀死的感觉 何等的熟悉 让凌峰瞬间生出了许多想法 怎么会 杀手 和侍皇者同盟一样的杀手 是齐家的人 凌峰心中充斥着疑问 齐家站台上 竟然出现了和侍皇者同盟一样的杀手 是齐家的 还是齐家聘请为了杀他的 或者说 齐家和侍皇者同盟 暗中有内幕交易 相互合作 这一切 凌峰无法弄清楚 他只能去猜测 齐家 凌峰仰头看着齐天风上的一道道身影 随着实力的渐渐强大 他发现 八荒镜的水 似乎越来越深了 比如 在九幽十二国的神殿中 他竟然看到了 那么许多八荒镜的熟悉身影 齐天风上的人也看着凌峰 好狂暴的魔 这便是 这魔修隐匿的实力吗 果然很强大 他们精心为凌峰准备的杀手 没能成功杀死他 下一个吧 齐皇平静说道 又一人从虚空中下去 结局一样 被凌峰一拳轰杀死亡 很快 凌峰的战绩 到了五十胜 既然齐家喜欢完 我奉陪到底 凌峰漆黑的眸子中 闪过一道锋芒 冲入虚空 随即身形闪烁 离开了战台 直接踏上了旁边的一座战台上 那是司空家的战台 杀 凌峰霸道一拳破灭一切 那司空家强者 刚取的第四圣 就被凌峰一拳强势轰杀 凌峰几乎都没有停留 直接跨过了这座战台 让那些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都心颤不已 这魔道疯子 杀人如麻 毫无道理 他们当然不会明白 凌峰杀人 其实是有选择的 接着 人遇天堂有一人被轰杀 随后是洛天阁 接着凌峰又一次 踏足天龙神堡战台 此刻 这天龙神堡战台上 那天龙神堡的强者 身上刻着二十五 标记着他 已经连续战胜二十五场 未逢一败计 直扑百战胜 他的修为也不弱 也是尊武五重巅峰 非常强势 然而当凌峰踏足战台的刹那 他的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脸色瞬间铁青 杀 凌峰神色一如既往的冷漠 沙子吐出 魔一翻滚 他的身体朝着对方扑去 轰隆隆的可怕爆裂声响 顿时滚滚传出 魔气以及浩荡妖气 很快将俩人的身体 都裹挟在了气中 片刻之后 没有奇迹发生 那天龙神堡的强者 躺在了战台之上 身上被破开一个个大洞 死 他到底要干什么 那尊主怒气冲天 脸色铁青 他一直注意凌峰 不久前 凌峰去了齐家站台 而且不断羞辱齐家 甚至将齐家的站台都霸占 直到片刻之后才离开 杀人御天堂的人 斩司空家的人 如今又一次杀到他天龙神堡 将一个有潜力百战上的天才强者 格杀掉 这家伙 是要让天龙神堡 无人能够晋级吗 周围的人群也一阵无言 心中暗暗抽搐 太狠了 这家伙要掠夺百胜战绩就算了 偏偏好像 是在玩弄别人 杀了一个又一个 天龙神堡和齐家 都被他杀得没有脾气了 人御天堂 貌似也死了几人 还有司空家 洛天阁 他是要一个人 将这些武皇势力 全部得罪干净不成 魔修魔修 这魔修 未免也太风魔了险 本章完 第1382章 孟擒战龙太子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山峰之上 天龙皇身旁 那尊主在天龙皇身边 低语道 师尊 要不要让九太子去斩他 天龙皇听到他的话 目光陡然间睁开 眼眸锐利 光芒夺目 天龙神堡九太子 只有天龙神堡的一些高层人物才知道 他们是天龙神堡九大真正精英妖孽 其中 要么是天龙皇嫡系子孙 要么是天龙皇的义子 在天龙神堡 拥有很高的地位 九人都在很早以前 便踏入了尊者之境 如今 第九太子 都已经到了尊武四重巅峰修为 另外八太子 则都在尊武五重境界以上 此次众皇之约 天龙神堡的王牌力量 便是天龙九太子 不必过早暴露 依照计划 让他们低调行事 混迹人群中掠夺百胜 不要当泪主 这才仅仅是第一轮而已 我要他们全部晋级第二轮 确保万无一失 天龙皇平静说了一声 那尊主人物微微点头 天龙九太子 是天龙神堡王牌 这众皇之约的第一轮 是取百胜 但真正到了第二轮 才是精英间的战斗 王牌 当然要在最有用的时候 祭出嗜血獠牙 将所有人都震撼住 当然 众皇之约这么多武皇势力在这里 谁没有一些王牌战力 另外 让小七去和那天抬雪玲珑站 斩了 天龙皇再度低声说了句 那尊主点头 目光中闪过一道寒芒 天龙皇倒是很重视那雪玲珑 竟然让小七去斩它 在他看来 让小九去斩它 就已经足够了 凌峰自然不会知道 这边天龙皇说的话 他斩杀天龙神堡 泪主之后 目光环视了众人一眼 随即身形闪烁 有不少注意着他 发现他竟然踏上了六玉仙宫的站台 不由得让众人疑惑 这魔羞 难道还要落手催花不成 那六玉仙宫的女子 正是之前曾和凌峰交流过的美丽女子 只是此刻他的蒙面青纱已经在战斗的时候被人撕裂掉了露出了貌美的容颜 肌肤如水 美丽动人 看到凌峰上来的时候 他愣了愣 随即笑道 如若公子也和小女子站的话 那我只有认输了 怎么会 我沐峰怎舍得对仙子下手 仙子一定能剩我的 凌峰浅笑说道 目光朝着远处的山峰望去 那里 有一张惊艳的容颜 绝美的眼眸 也正朝着他看来 赫然正是一人类 那小女子要出手了 那少女浅笑说道 顿时仿佛有幻境出现 凌峰只感觉幻境之中 一窈窕身影 朝着自己走来 甚至 再缓缓地吞下自己的单薄衣衫 露出了如雪的肌肤 公子可愿让小女子 于红尘中堕落 诱惑的声音 在凌峰的脑海中响起 凌峰看到 那雪白的玉女峰 若隐若现 极具诱惑力 只要她点点头 对方便会吞下衣衫 成为她的女人 仙子美丽动人 会找到优秀道理的 凌峰浅笑说道 那女子轻笑了下 将衣衫拉起 披在身上 随即幻境之中 一掌轰在了凌峰的身上 凌峰身体飞退 借着这股力量下了站台 呃 注意凌峰的人群 看到这一幕 顿时一阵恶然 这家伙 是在宋战季 太混蛋了 杀其家的人 灭天龙神宝的人 是人欲天堂的强者 如今 却只为讨得 六欲仙公美人欢心 这魔羞 好色 谢谢公子 美人含笑 对着凌峰微微欠身 不过那双动人的眸子当中 却还有一抹忧怨之意 似乎是怪凌峰拒绝了她 这的确让少女伤心 仙子 进击了便好 凌峰爽快笑道 让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这家伙 一定是好色 杀其他势力的人 竟然只为宋人 欲天堂的美女晋级 混蛋 天龙神宝尊主怒喝一声 恨不得亲自前去 将凌峰当场格杀掉 猎杀她天龙神宝 有机会取百胜的天才 只为给六欲仙公的人送战绩 齐家注意凌峰的人 也面色铁青 杀意蔓延 这混蛋魔羞 难怪凌峰刚才刻意当众揭发 她齐家送战绩 这样一来 你齐家带头作弊送战绩 她凌峰当然也就可以 是齐家给了凌峰送战绩的理由 这好色家伙 依人类美眸如水 有几分忧怨地看着凌峰 竟然让她的师妹都动心了 想要在她身上堕落 依人 你是在她身上 那绝美武皇目光 看着身边的依人类 笑着问道 师尊 依人类脸上 竟闪过一抹羞红之色 顿时让那绝美武皇笑了笑 道 不错 不过她是否太过锋芒 壁露了些 凌峰守齐家战台 连续诸杀几十人 让齐家颜面尽尸 又杀天龙神宝 有机会取百胜的妖孽 打天龙神宝的人 另外 杀人欲天堂司空家的人还不算 这的确有些太路锋芒了 师尊 不锋 何为魔 依人泪浅笑道 她当然知道 凌峰锋芒壁露的原因 因为 她叫凌峰 六玉武皇微笑着点头 没有多言 凌峰的战绩被剥夺 直接归零 而那仙子 身上刻下百胜战绩 成功晋级下一轮 身形闪烁 凌峰离开了六玉仙宫的战台 路过人欲天堂之时候 顺便斩了一人 在经过洛天阁和天龙神宝的时候 又分别将一人斩杀掉 让山峰之上的天龙神宝 以及人欲天堂众强者 拳头发出咔嚓的声响 杀机越来越胜 司空家和齐家战台上的强者 竟然都从挑战者身上 掠夺了一些战绩 不过很快 凌峰很不客气地收下了 他这是在报复昔日夺他魔霄呢 司空家族人群锁在山峰之上 司空小妖眸冰凉 射在凌峰身上 仿佛穿透了虚空 凌峰似有所觉 目光微微抬起 朝着他望去 漆黑的眸子 与那双天眸 又一次在虚空中碰撞 这一次相隔的距离更遥远 但他们的实力都今非昔比 俩人都知道 对方踏入过神殿之中 在不经意之间 一日时间过去 拿到百圣战绩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依旧有一股武皇势力 百圣战绩之人的数量 依旧是零 没有一人 天龙神宝非常荣幸 成为了这独一无二的势力 这一切 当然是拜凌峰所赐 此刻那摩修正 盘西坐在一座山峰边缘之地 每隔一段时刻 似乎他便会出去走动一下 杀几个人 顺便送点战绩给六玉仙公的仙子 给人一种他好色的错觉 如今 所有人都认为这摩修 喜欢烈焰六玉仙公美丽仙子 此时在凌峰的身上 又有了八十圣的战绩 不过他并未急着去送人 因为他的注意力 全部都集中在天台战台之上 此刻 天台泪主 是梦琴 天台战台之上 虚空飘雪 霜冷长天 一道仙子曼妙之身影不断地闪烁 击败一个个挑战之人 那雪更冷了 而且 梦琴的虚空之术 也变得更强大了许多 咫尺天涯信手拈来 闪烁藤魔不过一念之间 甚至看不清他的身影 湖中仙 雪玲珑 战斗如一曲 清歌漫舞 仙子之舞 引无数人目眩神迷 天台周围的人 都比其他类主在的时候 多了几倍之术 欣赏着仙子舞动 凌峰撇了撇嘴 心中竟有一股酸溜溜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凌峰心中苦笑 他竟然是吃醋呢 似乎想要抱着仙子 向世人宣布 那是他凌峰的女人 此时 有一道身影踏上了战台 这人修为尊武武重巅峰 身上的气息似并不怎么强大 但却给人一种 深沉危险的感觉 凌峰的漆黑眸子中 陡然间闪过一道锐利之芒 此人 很强 不知道梦琴能否应付得了 战斗开始 雪花如旧 飘荡于虚空 那人平淡无奇的一拳轰杀而出 在接近梦琴的时候 却陡然间龙啸滚滚 一虚幻龙银张开獠牙 怒吼一声 封闭周围的虚空 梦琴的身体 被笼罩在一虚幻的龙嘴之中 那妖异无边的龙嘴 携带狂霸无比的妖气 朝着梦琴撕咬而去 哄 林峰心中一紧 脚步陡然间踏出 身上缭绕着的魔艺滚滚 不过此刻人群的目光 都被那强者和梦琴的战斗吸引了过去 倒是没有太注意林峰 梦琴虽尊武二重的境界修为 但战力也是强大到过分 刚才似乎一直还隐匿了实力 此刻 从虚空中降落的雪花 化作了玲珑利刃 朝着战台上斩去 仿佛每一片雪花都能杀人 而且 他手中托举着一叶雪花花瓣 包容万物 仿佛将天地虚空 都要包裹到其中 一念之间直尺天涯 对方又无法进他身躯 非常厉害 好强的圣仙之气 人群在战台的周围 心中震撼 站在那里 都能够感受到 强盛无比的圣仙之气 梦琴身上的气息在疯狂攀升 化作真正的雪中仙子 圣仙之光将周身笼罩 此刻他那完美的身躯之上 有圣洁之仙光 他的境界 好似直接攀升了几大境界 再加上那些战力手段 已经是尊主战力了 好强的圣洁仙子 人群心中惊叹 梦琴和那挑战者 都是尊主战力 很可怕 本章完 第1383章 手段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梦琴换了功法修炼 林峰看到那雪花之刃 以及恐怖的圣仙之术 心中颇惊 他早已经知晓 梦琴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的脑海中 会渐渐地多出一些记忆 这似乎是属于妖界一些王者血脉的独有传承 湖中鲜血玲珑 是雪族王者血脉 踏入尊者之后 梦琴更强了 圣仙之光包裹身躯 使得他的境界 都仿佛变强了许多 就好似他使用魔功 魔气绽放之时 虽只是尊武二重境界 但他那境界给人的气息 绝对超越普通尊武四重强者所拥有的气息 无论是梦琴 还是那挑战之人 都很强 圣仙之力与妖龙之力碰撞 轰得牛魔皇布置的站台 都狂万颤动 天龙神宝 很好 凌风漆黑的眸子中 闪过道道寒芒 身体腾空而起 磨一滚滚 因不少人瞩目 我最痛恨对美丽仙子动手的人 凌风的滚滚声音传出 让那天龙帝妻子眸子中闪过寒芒 扫了凌风一眼 好似有一头血龙 从他眸子中扑出 刺向凌风 哼 凌风冷哼一声 漆黑的眸子中 魔光绽放 将那血色妖龙都抹掉 你真以为自己实力如何了得吗 我若杀你 你必死 天龙帝妻子嘴中 吐出一道寒冷声音 战斗依旧 是吗 若是你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便可以一战 即使我们自己所愿 众皇也不会说什么的 凌风冷冷说道 众皇之约 一入峡谷 战斗只发生在站台之上 不能在站台下面站 否则的话 站台上你杀了某武皇势力的人 在站台下 对方派遣强者对你出手 岂非必死无疑 众皇之约 显然要杜绝这种报复行为 对方没有再说话 此刻梦琴释放的圣仙之树 越来越可怕 一朵朵雪花花瓣 如同仙之雪花 拥有无间不摧的风锐 又好似自称空间 能将人包裹进去 吞入雪花中 尤其是站到后面 天空中飘荡的每一片雪花 都仿佛是一片虚空世界般 蕴含虚空力量于其中 雪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族类 我拥有一抹玲珑圣仙气 能修得雪族之树 咫尺天涯 仿佛雪族天生擅长冰雪力量 虚空力量 还有圣仙之力 凌峰心中自语 这神秘的妖界族类 恐怕要到圣城中洲 才会知道他们的强大 不说凌峰 天台之人都惊诧于梦琴的战力 好强悍 比师尊的清传弟子 天赋都要强 仿佛生来如此 和昔日凌峰一样 非常妖念 吼 一声嘶吼震战天地 整片天空仿佛出现一巨大的血色妖龙虚影 在雪花中绽放妖异的血光 战台上的强者 似在发出最强的碰撞 圣仙之光将战台笼罩 血龙之盲圈尽虚空 虚空不断地传出炸裂之声 好似空间真的要破碎掉 可怕的气息 给人窒息之感 这强者应该是天龙神宝强者 好厉害 他的身影第一次出现 要猎杀天台仙子梦琴 昔日凌峰的妻子 战台周围的人不断后退 要受到那恐怖力量的波及 终于 当毁灭的力量消散之时 孟琴嘴中带着一抹血迹 让许多人的心 微微颤了颤 仙子受伤 很揪心 不过那天 龙神宝的强者 也并不好过 身上的龙鳞铠甲 都被割裂出一道道血口 触目惊心 天龙帝气子抬头 妖异的眸子扫了孟琴一眼 随即一声怒笑 身体腾空而去 瞬息消失在茫茫人群之中 他知道 他杀不了孟琴 既然如此 便罢首 林峰扫了离去之人一眼 随即眸子中透着寒芒 脚步一踏 竟是朝着天台站台而去 几乎在同时 还有一人从人群中腾空 要踏上站台 此人气息强盛 修为尊武六重 林峰身影如风 虚空踏步 看到那人在他之前 冷喝一声 停下 这一声怒吓 好似加诸了死亡诅咒力量 死气侵蚀那人身体 让他豁然间转身 随即林峰斜滚滚魔翼踏向那人 怒吼一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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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步 林峰降落站台之时 扫了那强者一眼 虚空步可是齐家的独有手段 那强者也同样盯着林峰 却见林峰笑道 怎地 天龙神宝和齐家 都喜欢辣手摧花了 我最恨有人动仙子般的美人 所以我想 我会尽力让齐家与天龙神宝的站台之上 不再有下一个百胜之人 林峰狂妄的话音 缭绕在人群的耳膜中 让诸人暗暗心颤不已 让天龙神宝和齐家 不会有百胜之人 他要让齐家和天龙神宝的站台 无人能晋级 林峰说吧 随即笑看着梦晴道 木峰有幸瞻仰仙子之光 甚为荣幸 愿以身上战绩 以换取一清方泽 嗯 果然是好色的魔秀 许多人一阵无言 这家伙在这段时间以来 貌似已经送了六玉仙宫的好几位美人晋级吧 如今看到 天台出了一位仙子 竟又来送战绩了 而且还要为红颜针对齐家 以及天龙神宝 此时的林峰 给众人的印象便是 好色魔羞 这混蛋 竟调戏梦晴 天台人群所在的主风之上 许多天台之人对林峰怒目而视 神色冰冷 如今林峰已死 梦晴虽为林峰妻子 但终究不可能守着一个死人 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对梦晴有一些心思的 这种仙子般的美人 在他们天台 如何能叫人不声出想法 牧尘则是笑了下 这小家伙 梦晴鄙视了林峰一眼 这色家伙 好不正经 不过虽心中微甜 他的身上 却依旧透着一抹寒意 身体飘动 朝着林峰而去 寒冰之掌 轰向林峰的胸膛 哄 梦晴的掌力 很轻易地落在了林峰的身上 林峰没有闪躲 他的手臂张开 竟然将梦晴微微抱住 这一幕 让无数人恨得咬牙 天台人群中有不少人 甚至释放出一缕缕寒意 一缕缕生命之力的波动 灌入梦晴身体当中 林峰对着梦晴一笑 柔声道 仙子保重 说罢他的身体飘退 下了战台 他身上的战绩 足够送梦晴晋级了 林峰离开天台战台之后 直扑齐家战台而去 顿时齐家战台战意滔天 强强碰撞 林峰 以强势的姿态 将齐家战台上的身影灭杀掉 仿佛是在验证 他刚才说过的话 杀人之后 林峰直接顿走 来到天龙神堡站台旁边 身体悬浮于空 漆黑的眸子中 透着冰寒之意 天龙神堡的人群神色一将 看到林峰降临 他们就像是见到了煞星般 脸色极其难看 是七龙子对梦晴出手 触怒了他 这魔羞静好色 山峰之上的强者身上 透着龙煞之气 林峰那悬浮于站台旁的身影 就好似一根利刺般 刺在他们的身上 他扬言要让天龙神堡站台上 无人能够晋级 他喜欢女人 就去送些女人来给他杀 若是他下了站台 便让人直接送站台上的人晋级 准备好九十九场战绩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让我天龙神堡站台 无人晋级 天龙黄眼眸 甚至都未曾睁开一眼 嘴角中露出丝丝冷漠之意 一个天赋强大的魔修 难道还想要翻了天不成 师尊英明 那尊主眸子中闪过一道异彩 随即立即亲自去办此事 转眼间带着一群人消失在了这边 不知道去了哪里 片刻之后 林峰强势斩杀了天龙神堡站台上的泪主 之后 天龙神堡人群踏上站台的速度越来越慢 仿佛考虑很久 才有一个人慢慢的下来 而且都是很弱的人 这让众人明白 天龙神堡 也在效仿齐家 送人给林峰杀 这一巴掌 打得够响 林峰用同一种方式 删了齐家和天龙神堡俩大武皇势力的脸 堂堂武皇势力 竟然无法在站台上 奈何得了一个尊武二重的强者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更让林峰直接无言 天龙神堡 堂堂武皇势力 竟然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美丽女子 让她踏上了天龙神堡的站台 不仅林峰无言 众人也无言 哈哈 天龙神堡 武皇势力 一个笑话 林峰狂笑一声 对着虚空中的齐家裁判道 将我的战绩剥夺吧 天龙神堡的众人 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心中涌现无尽杀鸡 第二轮 定让天龙九太子 将他诛杀掉 再让他猖狂一时 内尊主冷漠说道 林峰下了站台 那女子很快被人轰了下去 有人直接抢着 掠夺了这一场战绩 接下来 虚空中有天龙神堡 强者踏来 林峰刚想有所动作 却见 一位拥有九十九场战绩的人 抢先降临在了天龙神堡的站台之上 而战斗的结果 这人败了 将九十九场战绩拱手送人 送天龙神堡的人晋级 众皇之约 我怎么越来越感觉有些滑稽 不是凭实力晋级 而是玩手段 尤其是齐家 天龙神堡 实力不行 何必要玩 晋级一样死 林峰站在虚空之中 放肆说道 随即身影远去 不再关注齐家和天龙神堡 如今两大势力玩这种手段 他想要猎杀对方的精英 也不可能了 不过这脸 两大武皇势力是丢尽了 本章完 第1384章 对话齐皇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混账 齐天风上 杀意弥漫 此刻林峰声音滚滚 张狂放肆 这浩瘫之地 虽战斗无数 但依旧听得清清楚楚 林峰 太放肆 一点脸面 不留给他齐家 不给天龙神堡 当众打他们脸 既是规则 便会有漏洞 他齐家在利用漏洞 天龙神堡也是 其他武皇势力都在利用 只是没有他们 齐家与天龙神堡 那么明显而已 但是 为何齐家 以及天龙神堡 会做得如此明显 还不是被这混账所破 若是他们不这么做 林峰 他便一个个诛杀 齐家和天龙神堡的泪住 他齐家和天龙神堡 更丢不起那样的人 破得他们如此便也罢了 他还如此萧娇狂和出生来 简直是无法无天 杀 杀 杀 此刻齐家众人眼眸之中 全是滔天杀意 疯狂弥漫 第二轮 我必斩他 齐千任眸子中 杀意强大无边 不斩林峰 他心难安 此时 就连齐皇睁开的夺目之眸 好似都穿透了虚空 落在林峰身上 让林峰目光微致 抬头 随即他便看到那封锐无边的眼瞳 仿佛要穿透他的眼睛 窥探他的一切 齐皇 林峰眸子中磨一翻滚 强盛无比 霸道绝伦 即便武皇之谋 一样 无法让他屈服 杀 齐家之人 都该杀 他不会有半点留情 只要有机会 必杀无疑 齐家 对付天台 将他放逐 曾去斩顾他的家人 又想要诛杀梦晴 这滔天恩怨无法化解 唯有一个字能够解决 杀 你说得对 算我考虑有欠周到 如今 规则修改一下 凡是有一场战败 便为淘汰 不得再参加众皇之约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刚才那样的事情发生 朱皇以为如何 齐皇穿透虚空的眼眸 射落在林峰身上 虽怒 但那声音 好似依旧平静 林峰 竟然拜得齐皇都修改规则 人群心中暗颤 这林峰 值得自傲了 让武皇都不得不修改规则 这样一来的话 的确不会出现宋战绩的情况了 但是 众武皇势力 藏身于人群当中 掠夺战绩的情况 依旧无法禁止得了 我同意 我也同意齐皇修改规则 率先开口的两位武皇 乃是司空家的武皇 和天龙神宝的武皇 赞同 仁玉天堂武皇协议青年朗生说道 他们的丰瑞眸子 都盯着林峰 给林峰以强烈的压迫之力 他们倒是要看看 不送战绩的情况下 林峰能够诛杀得了多少人 就算他杀的人都是 没有任何战绩 在身上的 最多也是一百人 让他去杀 若是林峰上他们站台 就让站台上的人主动认输 既然齐皇这样说了 又有好几位武皇点头同意 其他武皇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大多数都同意 剩下的武皇即便不同意 也没有办法 这修改的规则 便算是通过了 现在你满意了吗 齐皇眸子设在林峰身上 好似两道破开虚空的光束般 无所谓满意不满意 规则 一直是你们这些上位者在我而已 我只是陪你们一起玩 林峰冷漠说道 规则修改不修改 对他而言没什么区别 少杀一些人而已 他难道就不怕得罪齐皇吗 人群看到那站在虚空的魔道身影 不畏武皇 心中暗道 得罪武皇 若是他日踏足皇境 他还要诛杀武皇 更遑论得罪 原来你懂 齐皇的嘴角露出一缕淡淡的笑意 那笑容却有几分丰锐 他的意思是 原来林峰知道规则是上位者在玩 他既然知道还敢如此 不知死活 我当然懂 林峰笑了笑 随即脚步一踏 片刻之后 他的身影降临在了齐家站台旁边 身影悬浮在那 覆手而立 威胁我吗 林峰冷笑 威胁他 他便杀 如今他的战绩重归于无 即便不能送战绩 他能杀的人 还有百位 他倒是要看看 齐家 有多少人能拿出来送给他杀 果然 在看到林峰这简单的动作之后 齐家人的眼眸 无不一将 齐黄眼眸缓缓闭上 却有一道寒冷之音 飘落在齐千航的耳膜之中 先消耗 再诛杀 动用帝国力量 是 齐千航点头 寒光报射 父亲都动怒了 诛杀林峰 抬起脚步 齐千航走向后面的太阳战车 林峰在齐家站台等待 片刻之后 一人从天而降 这人修为不弱 尊无五重 一双眼眸空洞 面上仿佛没有生机 如同死人一样 但身上 却有冰寒的杀意 嗯 林峰看到这人之后 眉头跳动 好奇怪之人 不过随即 他的脚步跨出 走上齐家站台 仿佛这站台 是专属于他林峰的站台 战斗开始 那人便直接扑向林峰 不惧死亡 然而在绝对的力量优势面前 勇气和无畏 也都不过是虚妄 很快 那人的身体炸裂 化为虚无 被诛杀 他死后 第二人从天而降 然而第三人 第四人 很快 林峰的身上 刻上了一个十字 意味着他已经诛杀十人 但是 林峰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这些人 好像根本就不是齐家的人一样 他们仿佛没有血肉 没有生命 就如同赶死对般 只是一味地杀向林峰 即便死之前 他们的眼中 都不会有半点畏惧之一 死士 林峰将第十一人斩杀之后 退出了齐家站台 他打脸的目的已经到了 相信这众皇之约的第一轮 齐家已经够丢人了 没有必要继续将自己的战斗机会 留在杀这些死士身上 齐家的人看到林峰离开 露出了一丝意外 本还刻意为林峰准备了一份大礼 可惜 他竟然主动走了 林峰离开齐家站台后 顺手诛杀了一位 刚踏上站台的天龙神宝强者 随即站在虚空之中 观望三十座站台发生的一切 天龙神宝和齐家 都已经有了准备 我先历练一番自己的实力 看是否有合适的机会 再杀他们几个精英 林峰心中自语 争取在众皇之约第一轮结束前 让自己的实力更强胜几分 为第二轮做准备 这第一轮的众皇之约 已经涌现了非常多的强者 第二轮将全是百战胜战绩之人 就不会如同这一轮一样简单了 想到这林峰脚步 微微踏出 来到了那专属于尊主级别的站台 这边三座站台周围的人 显然要少许多 尊主级别的人物 只能在这三座站台上战斗 列取战绩 当然 非尊主的人想要来 也可以 但是 有谁愿意去冒险掠夺尊主身上的战绩呢 这里 是强者碰撞的地方 都是尊主级别的大战 林峰站在站台的远处 没有靠太近 不仅是他 其他人也都一样 离得比较远 每一座站台上的战斗波及范围都很广 二百岁以内的尊主 大多数都是尊武七重 尊武八重掠手 尊武九重的人 更只有寥寥不多的一些人是 气息澎湃 可能是武皇势力的 林峰心中暗存 武皇势力之人 因为修炼厉害的功法和手段 气血更强 但是 战台上的一些战斗 他发现 那些非武皇势力的尊主 也是极其的强 战斗起来不落下风 非武皇势力的人 没有依靠强大的背景资源 一步步成长到尊主的境界 难度要比武皇势力的人还大 没有强大的天赋 坚韧的意志几乎不可能 所以 他们没一个简单的 身形闪烁 林峰到达距离这三座站台 颇近的山峰之上 盘膝坐在一角 武魂释放 瞳孔漆黑 观望着三座站台的每一次出手 每一场轰动的战斗 时光流逝 齐天峰脚下的峡谷依旧热闹 但人数似乎少了不少 这五天来 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但战台上的战斗 依旧在持续着 一百胜 才晋级 而每一个武皇势力 这一次 似乎是清潮而动 强者进出 都有极其多的强者 参加到众皇之约的战斗当中 即便三十战台同时开启 但三天时间 战斗的热情 没有半点熄灭 只是天台 似乎人群渐渐稀疏了些 天台参战的人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英强者 连秋月星羽黄都没有让他参战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 羽黄 是要让每一个战斗的人 都能拿到百胜战绩 晋级下一轮 人群心中暗存 这三天来 天台 共有三十余位泪主 每一人 都成功掠夺了百胜战绩 虽然有几人因为猎杀者的参与 而使得战况非常惨烈 但终究是胜了 天台 人数凋零 似乎处于最弱势 但却创造了最辉煌的战绩 全部百胜 不过 看羽黄身边能够参战的人 已经不多了 天台 还是一如既往 走的是精英路线 人不多 但各个妖孽 前面有牧尘 侯清灵 天痴 厚佑若邪 莫擎天 凌峰 孟擎等人 都渐渐地为人所知 只可惜 凌峰 被齐家放逐 死了 本章完 第1385章 疯狂战斗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第五天 天台站台之上 空无一人 天台 无人继续出战 所有人 都回到三十六峰其中一座上 盘膝而坐 其中 有三十八人 身上刻着一百两个金灿灿的大字 意味着天台 有三十八人 晋级下一轮 而天台淘汰的人数 攻击十三人 而且 都是后面被淘汰的 这其中原因众人都明白 有两个 后来上战台的人 实力偏弱 他们主要是为了历练自己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取得百战胜 原因之二 因为看到之前三天天台的百分百晋级战绩 天台的战台之上 出现了许多的猎杀者 不过天台之人很理智 一旦发现不敌 除了几人因为逃避不及被击杀 另外一些人 都是尽力离开脱离战台 不去死战 只求保得一命 这是羽皇亲自吩咐他们如此做的 那些猎杀者 也无法做到 如同凌风一样 出手必战 逃都无法逃脱掉 天台专属战台战斗结束 但其余朱战台 依旧在持续战斗 除了天台之外 最接近结束的 应该是那三座尊主级别的专属战台了 尊主级别的人物本就偏少 只是因为尊主级别的大战 似乎更谨慎 每一场 战斗的持续时间 也要更久一些 到了尊主境 都是成了精的人物 战斗格外小心 而且 他们不仅是为了掠夺胜利而战斗 同时也为了相互印证 看能不能从对手身上汲取经验 让自己的实力进步 或者悟出一些武之境 师尊曾经说过 每一个尊武之人 都有自己的武道之路 洗炼内心 让自己心境蜕变 朝着武皇之境不断靠近 从这些尊主身上 仿佛能够真正感受到他们的路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人生 临风盘膝坐于山峰一角 身上一缕缕奇特的意境弥漫出 附着强盛的魔道之意 他这几天来 一直在观望重战台的战斗 没有去猎杀谁 注意力 尤其是停留在尊主专属三座战台上最多 在他们的身上 临风感受到了杀伐之路 站在那 就让人能够清晰地体会到 他是为杀而生 这一生 好似都充斥着无尽杀伐 临风他还感受到了静心之路 站在战台之上 却给人极度安静的感觉 仿佛啊永远都是如此 心如止水 无欲无求 但真的无求吗 心境之蜕变 依旧为求武道 天道 我如今走上的路 魔道 算是一条路吗 临风心中暗问自己 魔道之意翻滚不休 他的身体缓缓地站了起来 随即脚步一踏 朝着那尊主站台扑去 这一刻 魔气纵横 狂风烈烈 好似一尊魔王 邪呼啸之虚空 滚滚踏天地 若他有路 定为战之路 滚滚魔气 仿佛咆哮了起来 如万马奔腾 如同万寿嘶吼 天地之势裹挟着滔天魔艺 仿佛那魔之奥义力量 融入了那滚滚大势当中 嗯 尊主专属三座站台之上 其中一座站台的一位尊主 刚刚击败一位挑战之人 突然间 感觉远处似有一股恐怖压迫力量 扑面而来 顿时丰锐的眼眸 陡然间射了出去 随即落在凌峰身上 虽两人 还相隔几万米之遥 但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股强盛的战意 和他身上的气息一样 战意临天 不仅是他 周围许多尊主都感受到了 只是没有那人感受的强烈而已 他们的目光 同时投向了凌峰 一位尊武二重巅峰的青年强者 竟以强大的压迫之力 压迫一位 已经有三十二圣的尊主 那尊主身上 无穷无尽的战意 仿佛在燃烧 他那双卫战而生的眼瞳 没有半点轻视之意 唯有战 他身上的每一缕气息 仿佛都是卫战而生的 战 一声怒吓 奔腾而来 战 战 战 虚空之中 战之一字 从人群的耳膜中 直接贯穿进入身体 让他们仿佛都感受到了 一股强盛的战意 只是一个字 让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那股战斗之意的强烈 战 那尊主怒吓一声 一步踏出 虚空阵战 战台轰鸣 裹挟滔天战役 凌风 降临 他的身周 仿佛融合无尽天地之力 化作惊涛 化作海浪 滚滚魔之力量 如同海啸般 淹没天地虚空 轰向那尊主强者 轰隆 俩人还未相遇 双方绽放的恐怖大事 已经碰撞 仿佛有一股战斗魔浪席卷天地 扶摇而上 化作一团恐怖的魔之风波 轰咔 接着 俩人第一次碰撞 一团几百米杖的巨浪腾空 冲向天穷之上 巍峨壮阔 全部是无尽战役 滔天魔役 凌风的身体飞退 但战斗之意依旧在燃烧 魔道罢消之意依旧凌厉 再度朝前踏出 裹挟滚滚天地大势 与魔融合 再度轰杀而出 咔嚓 这一次 凌风骨头仿佛都破碎 又一次被轰得飞退 但战役依旧 魔气不但没有衰落 反而更强盛 裹挟得天地之大势 越来越可怕 他的整个身躯 仿佛被一股大势包裹 融入其中 战 露笑一声 凌风又一次轰杀而出 没有出现奇迹 鲜血于虚空中飞洒 他被轰得面色苍白 气血翻滚 五脏六腑仿佛都动荡起来 以单纯的魔之力量 裹挟天地之势 他当然不是对方之敌 还有一定差距 然而 他的身体 却一次又一次地轰杀而出 每一次碰撞 都让周围的人一阵心颤 这疯子 好战疯子 他在戒里 戒时 在燃烧自己 刺激自己 人群看到凌风的疯狂 那些尊主心有所悟 凌风在激发自己的潜力 他身上裹挟着滚滚魔气的大势 不但没有降落 反而 随着他的受伤 越来越强盛 即便是那和凌风战斗的 尊主眼眸都颇为动摇 这样一个疯子 受伤后 立即以生命力量恢复伤势 屡败屡战 不厌其烦 仿佛他是铜皮铁骨 不死之躯体 尊主的目光中 有一缕欣赏 可惜 他必须要击败对方 凌风不败 他就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将无缘众皇之约的舞台 杀 轰隆一声暴响 战役仿佛汇聚成真实的虚影 扶摇而上 他的脚步往前一踏 更强的力量绽放而出 仿佛要破开这片天地虚空 无人能够阻挡他 杀 凌风同样怒笑 滚滚大势 与魔之力量 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仿佛契合到他的身体当中 融入到他的攻击里面 他的拳头 又一次朝着前方轰了出去 这一次 不再是纯粹的魔道之拳 而是杀戮之拳 融合傲义攻击神通 轰 死亡之力 魔之力量 战斗之意 混杂于天地大势当中 冲向百战高空 如同翻滚怒龙 在虚空咆哮 这一次 凌风没有后退 脚步仿佛扎根在了战台之上 那双漆黑的魔道之铜 死死地盯着对方 杀 杀 杀 凌风怒吼 杀戮之拳不断轰杀而出 一拳又一拳 毁天灭地的力量疯狂蔓延 俩人的身体 似乎都消失在了人群的视线当中 被那恐怖的战斗气息包裹 若非这战台 乃是由牛魔皇亲自所布下 恐怕早已经破裂掉了 这战斗 太可怕 杀戮之拳 同样是这种融合杀戮拳术 但融入了天地大势进去 仿佛完美契合 力量更加完美 强大了两三倍 只是凭借杀戮魔拳 我能和尊主疯狂对轰 以前不可能做到 凌风在战斗的同时 脑海还在飞速地运转 仿佛在计算着 这场战斗 如何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 他上尊主战台的目的 是要让自己的攻击更完美 让自己的实力更强大 若是能够破开尊武二重巅峰的境界 那便更好了 和凌风战斗的尊主 似乎也和凌风一样 心有所恶 力量在缓缓地 变得更加的强盛 战役越来越可怕 和这样的对手战斗 仿佛能够促进自身的进步 他有些舍不得 立即奋出胜负了 不停地和凌风 进行着每一次的震天碰撞 我让狂魔之力量 也要融入到身体当中 契合到我的血脉灵魂里面 凌风心念一动 身上仿佛有一尊魔王虚影 他的气息当中 透着无比狂暴的气息 越来越强盛 还在变强大 他的气息更可怕了 好一个疯狂的魔修 人群心中惊颤 这一场战斗比 尊主与尊主的对碰 更引人注目 更加让他们感受到了心底的动摇 仿佛也想要成为凌风对面的尊主 和凌风疯狂碰撞 咔嚓的声响不断 血脉在疯狂的翻滚 漆黑的瞳孔 都仿佛要燃烧起来 凌风陷入了 颠狂的战斗状态当中 再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他要破开 尊武二重颠峰的避障 众人观望俩人之战 感受到凌风 不停攀升的气息 心中暗道 本章完 第1386章 垫脚石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靖无痕 好疯狂的家伙 与凌风对战的尊主 更能够深刻的体会 凌风身上气息的攀升 战力的强大 必须要打断凌风了 否则的话 再让他这样下去 一旦破开避障 真的有可能将他击败来 我不想伤你 你自己滚下去吧 尊主声音滚滚 扑入凌风的耳膜当中 要影响凌风燃烧的战斗意志 凌风那漆黑的瞳孔当中 透着妖艺的冷笑 道 你怕了 可笑 我会怕 既然如此 老夫成全你 尊主怒喝一声 滔天的战役也疯狂了起来 一拳轰杀而出 顿时好似一层夺目的金光 朝着凌风轰杀过去 无坚不摧 劳不可破 战役燃烧 你的心已经动摇了 因我而动摇 杀 凌风嘴中吐出的声音 好似拥有一股魔力般 穿透进入对方的脑海当中 他的瞳孔变得漆黑 他的黑暗之眸中 绽放出一缕缕可怕至极的魔刀意志 那是属于他的魔刀意志 一尊尊魔王覆手而立 背负苍天 唯我独尊 刺痛着对方的眼瞳 而同时 凌风杀戮魔拳 朝着那无坚不摧的夺目金色掌力轰杀而去 这一刻 杀戮魔拳当中 将不朽之傲义 也赋于其中 再加上滔天的大势之威 以及狂暴力量 仿佛是一片天地空间 朝着对方碾压过去 凌风手掌锁过之处 流于怒笑 虚空暴动 骇人可怕 杀 杀 杀 连续三道杀字 随魔王意志 一起穿透到对方的脑海当中 轰咔的爆裂声响 可怕到了极致 这一次 那尊主的身体飞了出去 手臂疲软地垂了下去 面色苍白 瞳孔之中 仿佛都透着一抹血色 不朽 那尊主抖了抖手臂 血脉滚滚 似乎想要恢复手臂上的伤势 但那不朽之傲义 带着杀戮魔拳的力量 仿佛留在他手臂中不走了 攻击完毕之后 依旧还在肆虐 摧毁他的手臂 让他那能够轻易 轰爆一座山脉的手臂 都开裂了 杀 一声杀伐之音 透过他的耳膜 传入他的脑海当中 震战他的心弦 临风携带滔天魔威 又一次降临 就好像 是一尊真正的魔头 杀 那尊主也狂吼一声 左臂猛然往前甩了出去 在虚空中不断地颤动 顿时 一金色的圆盘突然出现 无坚不摧的金色圆盘 还透着恐怖的战斗杀伐力量 撕裂虚空 印在了临风轰来的手掌之上 咔嚓 轰咔 金光爆裂 俩人的手臂上的骨头 仿佛也都裂开掉 但临风的另一条手臂再度抬起 轰杀而出 朝着那尊主的脑袋映了过去 疯子 那尊主面色苍白 这是一个战斗疯子 比他更疯 身形狂退 那滔天的不朽魔拳 穿透虚空 嗡 猛地闪避了下 浩瀚魔道之拳 携带不朽之力量 从他面前划过 在他的脸上 撕出了一道血口 随即那滚滚 百丈魔器 轰入了远处的一座山脉当中 轰隆隆地可怕声响传出 当魔器平息下来之时 人群骇然地发现 整座山峰被穿透 出现了一清晰的洞口 可以从这头看到另一头 打通了一座山 哼 山峰狠狠地一颤 陡然间微微倾斜了下 仿佛不稳地颤动着 那座山峰上 有七凤山人群在那 目光朝远处眺望 看着那魔影 他们都感觉一阵心惊 姐 这人好厉害 尊武二重巅峰 就能占尊主了 七凤山上 凤铃儿红衣飘动 对着身旁的凤轩说道 的确很强 这众皇之约的低阶尊者 应该数他最强大了 即便在中阶尊者当中 也只有不多的一些人 能与他相提并论 之后 恐怕就要恕尊主 才能和他战斗了 凤轩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魔道青年 让他想起了一个人 凌峰 那被齐家无敌 尊主放逐的青年 他真的死了吗 放逐 裂凤 凤轩心中叹息 在那裂凤当中 怕是无法生存了 当时的凌峰 才天舞九重境界而已 怎么可能在裂凤中存活得下去 此时 凌峰与那尊主的战斗已经结束 那尊主被轰下了战台 身上一缕缕战役缭绕 扶摇上 似乎还想要再战 而他的眼眸 则死死地盯着战台上的魔道青年 他败给了一名尊武二重巅峰之人 虽然这场战斗 还无法决断出 他们孰强孰弱 但他至少是败了 被轰下战台 而且受伤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之事 当然 他不会认为这是他弱 只是这魔道青年 着实强大 战意滔天 魔气狂霸 才尊武二重之境 已经有魔道枭雄之气概 唯我独尊 战台上的凌峰微微仰头 眼眸微臂 浩瀚魔气冲上云霄 仿佛要贯穿天宇 极其地狂躁 还差一口气 已经是二重真正巅峰了 我需要刺激 凌峰漆黑的眼眸 陡然间张开 好似有一尊尊魔王冲上天去 极其地狂霸 虚空中的齐家裁判 为凌峰刻下战绩 顿时凌峰身上战绩 变为五十多圣计 毕竟刚才他击败的尊主身上 就有三十多场胜利战绩 如今归于他身上 嗡 凌峰脚步一踏 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 降临天龙神堡战台 霸道无比的一拳 轰杀而出 裹挟滚滚大势之威 天龙神堡战台 强者身体瞬息炸裂 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震撼人心 太弱了 凌峰拿到战绩之后 瞬息挪移离开 让人群心中惊颤 这疯子 竟然说太弱了 天龙神堡的人群面色难看 这魔修仿佛又强盛了几分 他是在将自己隐藏力量释放出来了吗 司空站台 凌峰踏上之时 一人脑袋直接被轰破炸裂 一拳杀死 齐家站台 凌峰降临之时 那站台上的齐家之人 直接想要离开 怕凌峰一拳轰死他 但是他快凌峰的 魔拳更快 一拳贯穿了虚空 在他踏下站台的瞬间 被轰杀 死 弱弱弱 凌峰深吸口气 脚步一踏 回到了刚才所修炼的山峰之上 天龙神堡和齐家站台的人太弱了 一杀就死 根本无法刺激到他 而那尊主站台 另外两座站台上的人一个 是尊九强者 一个是携带六十圣的尊八强者 暂时他还不想去碰撞 况且 即便他胜了 那尊五八重的尊主 他就拿到了百圣的战绩 没办法继续杀人了 凌峰直接闭幕 沉浸到修炼状态当中 浑身漆黑 魔艺缭绕 如同一尊魔王般 千年不动 转眼之间 又是俩日过去 众皇之约第一轮的大战 渐渐接近了尾声 拿到百圣战绩的强者越来越多了 每一个站台都出现了不少 这些天来 也涌现了许多妖孽人物 即便是那非武皇势力的自由站台上 出现了一些妖孽人物 非常耀眼 当然 一些非类主的挑战者 也很耀眼 比如 有九个似乎是天龙神宝的人 身上龙气浩瀚 强盛夺目 犹如一头头真龙一样 这九人最弱的一人都是尊武四重巅峰 最强的人达到了尊武八重境界 虽然他们颇为低调 但这样的强者 无法瞒过众人的眼睛 尤其是那些一直闭目养神的武皇 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所有人表现而出的战力 孰强孰弱 了然于凶 当然 许多人是没有将全部力量释放出来的 此时 一个个战台的战斗陆续结束 众皇之约的第一轮 要渐渐落下帷幕了 齐家战台 依旧大战正憨 齐云飞 修为尊武三重 战力却极其可怕 到达了尊武六重巅峰 这后面竟然没有多少人能够战胜他 如今 他已经取得了四十二胜的战绩 没想到 云飞从十二国历练归来 竟然这么强了 哈哈 我齐家又多出了一名妖孽人物 即便此次众皇之约被战败 但下一百年 这八荒将有他的一席之地 义齐家强者在齐天风上倾笑说道 齐云飞不久前才赶过来参加众皇之约 给了他们一个个大大的惊喜 云飞很不错 比天婿你当初强 天圣也不如他 若是他早些回八荒 十大妖孽 恐怕就不是天圣了 齐千航也笑了下 让齐天婿面色难看 他身上刻着百胜战绩 也晋级了下一轮 但此刻齐千任却这样说他 因为齐云飞是齐千航的嫡系一脉 哼 天龙神宝战台 一人被强势灭杀 随即 魔影冲天 直奔齐家战台 是他 云飞 齐千航神色陡然间一宁 消失了这么久 他又出现了 云飞糟糕了 齐云飞看到临风降临 竟然不闪不避 迎面而上 战役灵霄 尊武二重 还没有人能战胜他 云飞 退后 下战台 齐千航的吼声从天而降 让齐云飞愣了愣 不明白齐千航怎么这么不信任他 轰隆一声爆裂的声响滚滚传出 齐千航的面色惨白 没有奇迹发生 齐云飞被一拳轰成了渣 一个潜力 无穷的后辈青年 被临风当场斩杀 只见临风微微仰头 看着虚空的齐千航 目光中缭绕着强盛的魔艺 微微竖起了一根手指 仿佛在说 一百胜 拿你齐家天才当电脚石 杀 齐千航身上沙一燃烧 临风杀他齐家 后背妖孽 还敢如此狂妄 挑衅于他 若不是众皇之约 他一定现在下去斩临风 人群也目光微宁 这疯子 太狠了 本章完 第1387章 邀请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而且 这魔修在杀齐云飞之前 还先斩了一个天龙神宝强者 因为他 若是直接杀齐云飞 也是晋级 多杀一个天龙神宝的 也同样是晋级 只是超过了百胜战绩而已 所以 他选择了多杀一个 晋级之前 都还要羞辱一番天龙神宝和齐家 克战绩吧 凌风目光从齐天风上收回 对着虚空中的齐家裁判说道 那裁判微微点头 随即在凌风身上 克下了百胜战绩 虽此刻他的心中也非常的冷 恨不得当场将凌风抹灭杀死掉 可惜 他不能这么做 只能忍 不过 如今凌风百胜了 终于无法再继续杀人 等到第二轮 一定要凌风死 让他到地狱中去忏悔 多谢 凌风眼眸漆黑 杀人之后 飘然而去 心中却颇为可惜 还是没能够突破尊武二重这层臂杖 卡在了那里 境界的突破极为玄妙 有时靠修炼能突破 有时则需要通过战斗来刺激 还有时候 生死存亡之时 潜力激发出来 能够突破境界 突破虚无缥缈 没有固定的突破方式 凌风能够感觉到 自己只差一丝了 但是偏偏就这最后一丝避杖卡在了那里 让他非常不舒服 看来 要等第二轮 看看能否以战突破 凌风心中低语 盘歇而坐 闭目养神 只等众皇之约第二轮来临了 他也不急于知道众皇之约的终极目的 只要他能够一轮轮晋级 早晚会知晓的 反之 若是他无法晋级下去 知道了有什么用 无论众皇之约有什么秘密 他临风的终极目标 依旧只有一个 强大 变得无比强大 傲视八荒 诸武皇 齐皇与天龙皇不死 他心难安 或者说 他难以立足八荒 两个武皇 两座庞然大雾 如同两座高山般 压在他的心头 一定要将他们一位平定 终于 在众皇之约的第九天 最后一个战台的战斗也结束了 第一轮 彻底落下了帷幕 峡谷之中 埋葬了不知道多少强者尸骨 齐天风上 齐皇站起身来 目光环视众人群 缓缓说道 众皇之约第一轮结束 如今 所有人 都到峡谷之外的范围吧 人群纷纷点头 顷刻间 一道道身影闪烁 腾空而起 离开峡谷 来到三十六峰之上 或者山峰后空 顿时 三十六峰中 密密麻麻 仿佛四处都是人影 在看峡谷当中 却触目惊心 一具具尸体横垫在那 这浩瀚巨大的峡谷 仿佛成为了一埋尸之地 死亡之骨 刚才这些尸体被人影淹没 但现在人全部离开 呈现出来的景象 是惊心动魄的 太让人心颤了 许多人甚至感觉身体 都凉嗖嗖的 这么多人 很多都是一方强者 但如今安静地躺在那 生命被剥夺 这就是五道之路的残酷 一将功成万古枯 凌峰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灵颇受震撼 这只是众皇之约第一轮而已 真正八荒竟要诞生出一个武皇 一个绝顶强者 不知道要多少尸骨 来铺垫 成为踏脚石 即便是他自己 如今成长到尊武二重境界 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亡魂 数不清了 这在他刚刚踏足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但五道世界的残酷法则 迫着他一步步往前 所有晋级的五道 都到峡谷上空 站台上空来吧 我看看有多少人 齐皇再度开口说道 顿时人影闪烁 那些晋级的身影 来到了三十座站台的上空方向 凌峰也一样 在这晋级的人群当中 每一个势力 加上他们隐藏在人群中的强者 应该平均有四五十人 拿到了百胜战绩 二十多股势力 再加上尊主站台 以及非武皇势力站台的晋级之人 取得百胜战绩的人数 有一千六百余人 人群看到那些峡谷上空的人群 心中暗暗数着 一千余人的晋级 每个人身上背负着百胜 意味着有十几万人参加了战斗 毕竟战绩是叠加的 所以 每个人战败的人 一定是送出了一场战绩 若是战绩不叠加 一个人非要战斗百场 连胜一百局才能晋级的话 那样晋级的人将更少 绝不会有这么多 人数太多了 第二轮就不像第一轮一样淘汰清理了 现在 武皇势力 分别站在你们的专属站台上去 非武皇势力之人 依旧不要动 齐皇再度开口说了一声 顿时 众武皇势力的晋级之人 踏上了各自的专属站台 出人意料 最早结束的天台 竟隐隐是晋级人数最多的势力之一 齐家和天龙神宝的人 反而要少些 只有三十人左右 好了 现在 你们这些非武皇势力的人 可以选择一股势力 暂时加入他们的阵营 选择哪一个阵营 你们便踏上哪一站台吧 齐皇继续说道 顷刻间许多身影闪烁 每一股势力都有一些人 立即降落在他们所在的专属站台上 人群心知肚明 他们本就是那股势力的人 只是隐没于人群中而已 此刻 只不过是归位而已 于是便有颇为奇怪的一幕 本来天台的人算多的 但突然间 天台的人数 相比齐家和天龙神宝 反而少了几人 哼 一道冷哼之声 从凌峰的鼻息中传出 他的目光盯着 齐家和天龙神宝的站台 乃一方瞬间加的人数最多 意味着作弊最严重 齐家 天龙神宝 很荣幸地成为了 这最严重的两股势力 当然 其实这一切都是情有可原 被他凌峰拜的 因为他的存在 齐家和天龙神宝 让一些本来准备当类主的人 都混迹到人群中去了 因为担心凌峰猎杀 不得不说很悲催 少了混迹在人群中 各大势力之人 虚空中的人数 顿时少了起来 不过这些人中 许多都是妖孽天才人物 穆峰兄 天魔殿 欢迎你的加入 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天魔殿站台的肖宇 对着凌峰发出了邀请 天魔殿的殿主 乃是一尊魔皇 他也对着凌峰微微点头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有机会在短时间内 正到城隍 若是站到他天魔殿阵营 就有机会 向他拉拢进入天魔殿内 穆峰公子 若是你能加入六玉仙宫 众仙子姐妹 一定会开心的 六玉仙宫的仙子 也邀请说道 媚眼如丝 似乎依旧没有放弃 那绝艳武皇对着凌峰笑了下 目光中 透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寒意 这让凌峰心头微动 看了一眼他身旁的依人类 难道六玉仙宫的美艳武皇知道了 哼 天台站台上 秋月星冷哼了一声 他在后面也上了站台 取得了百胜战绩 成功晋级 尊武三重的他 当无穷之意绽放之时 战力很强 呃 毕竟 凌峰曾调戏过秋月星 秋月星看不惯这好色的魔羞 不过 众人就郁闷了 凌峰如此好色 为何修为那般的强大 目空一切 霸气凌云 偏偏坠入女人梦中 我最喜欢征服冰雪美人 凌峰的嘴角 带着一抹邪义的笑容 随即对着萧宇和六玉仙宫的仙子笑道 萧兄 仙子 谢谢俩为邀请 随即凌峰脚步一踏 落在了天台战台之上 果然是好色的家伙 不过这次要碰刺头了 秋月星可是有名的冰霜美女 深爱凌峰 修炼无情意 岂是她能征服的 人群暗暗说道 六玉仙宫的仙子送上门不要 竟然选择冰霜美人 美人相邀 乃目风姓氏 凌峰一笑 走到秋月星身边 秋月星撇了撇嘴 这家伙 越来越流氓了 身上一缕冷意释放 不过却也没有阻止 凌峰站在她身边 仙子我们又见面了 凌峰对着秋月星身边的 孟晴笑了下 孟晴白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他们心知肚明便好 让别人将凌峰 当作好色魔羞吧 就连天台的不少人 都看凌峰非常不顺眼 这家伙 竟然敢调戏 他们天台的俩位仙子 只有牧尘露出了 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羽皇自然心中也有数 对着凌峰微微点头 看到羽皇都对凌峰点头 其他人只能无言了 随即 许多武皇势力 对虚空中的其他人 发出了邀请 毕竟除了凌峰之外 还有不少妖孽人物 只是凌峰太逆天 而且制造的轰动最强烈 羞辱其家和天龙神宝 只为美人 使得所有人都知道它 百余人纷纷踏上了武皇势力的站台 暂时有了自己的归属 本章完 第1388章 先灭天台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靖无痕 齐天风上 齐皇目光环视人群一眼 随即再次开口道 现在我说说第二轮规则 二十二站台 这一轮不再分尊主站台和非尊主站台 只分二十二大阵营 每一轮战斗 二十二大阵营 每大阵营出一人 共二十二人 同台大战 被轰下站台 或者死亡者 淘汰 当淘汰数量到达半数之时 战斗必须停止 一轮 淘汰十一人 听到齐皇嘴中的规则 众人心头一领 很残酷的规则 一轮 直接淘汰十一人 而不是一个个来淘汰 这样会快很多 规则还没有说完 齐皇还有话说 这每一轮的二十二人 谁都不知道 自己的对手会是谁 我齐家裁判说 开始之时 每一股势力 都必须要有一个人踏出来 不得犹豫一息时间 否则 那一势力必须将一个人交出来 视为自动淘汰 齐皇继续开口 不知对手的战斗 全游靠命 但一次性二十二大强者 你的对手里面 一定会有非常强之人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也不可能所有对手都强 二十二人 你只需 能够在十一人淘汰之前 还留在站台上便可以 无论是哪一股势力的人 一轮 都只有一人能踏上站台 所以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实力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这是实力加运气 想作弊都难 当然 站到后面 有些阵营人数会用尽 那样 便看站台上有多少人 无论多少 一轮皆淘汰一半 和上一轮一样 不得借助盛气等外力之威 朱皇以为 这第二轮的规则如何 齐皇说完 目光看向众皇 他的规则已经说得很清楚 以这些人的理解力 自然都能听得明白 赞同 司空家似乎早已和齐家 绑在了一块 又是第一个复合出身 这种微妙的局势 让许多人心中 生出一抹怪异的感觉 若是齐家和司空家联手的话 那便等于 他们每一轮战斗 有两人绑在一起 我也赞同 天龙皇开口 因为天台以及凌峰的关系 齐家和天龙神宝 似乎也早得颇近 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局 若是要说最担心 他们联手的 应该是温家 还有天台 齐家和司空家 联手对付过温家 而齐家与天龙神宝 联手对付过天台 同意 赞同 之后 蛮惶忧的几位武皇相继点头 使得彭皇那锋锐 如同黄金般的眸子 格外的妖异森冷 同意 彭皇冰冷说道 他知道 妖狱那几大势力同意 是想要一起 对付他妖皇殿呢 我也同意 六玉先公的绝美武皇点头 群战的话 美女总是会有优势的 若是有选择的话 那些男人终究是不愿意 落手催花的 况且 他六玉先公 也没有得罪过哪一股势力 赞同 先皇的九曲先进点头 这股势力中 同样美女居多 很快 多数武皇陆续点头 都赞同 这众皇之约第二轮的规则 依旧没有意外地顺利通过了 好 既然如此 诸位各自回到三十六峰去吧 还请诸皇安排好战斗顺序 另外 需要再请牛魔皇 铸就通天站台 齐皇开口 人影闪烁 所有武皇势力归位 回到他们所在的山峰之上 而牛魔皇 则到了峡谷之中 在峡谷正中位置 再度建起了一座通天站台 高达百米 直径千丈 好似整片大队 都被他挖了起来 震撼人心 容纳二十二人在上面战斗 轻而易举 凌峰随着天台之人 一起来到了三十六峰之一 一直站在孟晴和秋月星身旁 让那些没有晋级 以及未曾参加仲皇之约的天台弟子 许多人对他怒目而视 这些人很多都是陌生的面孔 凌峰真正在天台认识的人也不多 大多数人 都是后面招收的武皇门徒 老师 此次二十二人同台战斗 以齐家和天龙神宝的卑鄙 他们上一次就联手截杀过我们天台 这一次 依然可能会联手 尤其是我们天台 还多了一个煞心 易子谋青年对着羽皇说道 让凌峰皱了皱眉 这子谋青年 是与他同一批入天台的 是第一批武皇门徒 此刻竟然如此说话 看来我选择天台 并不怎么受欢迎 凌峰七妃的眼眸 扫了那子谋青年一眼 此人在天台向来低调 天赋不错 如今也入尊了 不过才尊武一重 因此并未参加仲皇之约 我天台 可没有邀请你 一个好色败类 子谋青年冷漠扫视凌峰 竟也走到秋月星和孟晴身边 道 竟也想要得孟晴和月星青睐 做梦 凌峰眼眸一寒 瞳孔冷漠 没想到天台竟有人 这么不待见她 都是美女惹的祸啊 以前她是凌峰 乃是武皇清传弟子 孟晴本为她妻子 月星是她女人 自然无人敢觊觎 没想到如今她死的消息传出 这子谋青年竟有不轨之心 可笑至极 我是败类 你算什么 我一个沙子能让你死 一道眼神能将你抹杀 凌峰冷冷说道 让子谋青年神色一僵 面色更寒 这家伙在天台竟敢如此放肆 楼一般的人物 却想要觊觎仙子 不自量力 一个废物而已 凌峰声音冰冷 没有给对方半点脸面 如今她是魔修 任意随心 为所欲为 她在天台 她尊重天台 敬重师尊和几位师兄 但有人如此不自量力 觊觎她女人 不杀她 只因她是天台弟子 否则便直接抹掉 子谋青年面色难看 目光看向秋月星 凌峰曾强制抱着秋月星 秋月星定然非常痛恨 这好色之人吧 月星师妹 子谋青年喊了一声 滚 秋月星面色一冷 对着子谋青年 吐出一道声音 让她的脸色一僵 难看无比 我和你没那么说 放尊重点 秋月星冷冰冰地说道 竟然当着凌峰的面 喊她月星 这不是让她难堪吗 秋月星都想对她动手了 师妹见谅 子谋青年难看着脸色退下 脸上仿佛都成了降紫色 凌峰冷笑 本来她对这子谋青年 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这短暂的接触 让她对子谋青年 只有厌恶 第二轮的众皇之约即将开始 你们自己 来决定地级场出战 事先和牧尘说一声便行 若是有人在说好之后 却没有出去 便算自己弃权 都没有意见吧 与黄淡淡的开口 凌峰与子谋青年的摩擦 她自然不会太放在心上 老师安排 师尊决定便是 众人都纷纷攻身点头 同意 出战场次由自己决定 牧尘统筹 一切 都靠自己 第一场战斗 门面之战 我怀疑不少势力 都会出动比较强之人 我们这一战 可以争取 也可以选择放弃 不过想必 你们没有人会愿意放弃 所以只有争取 谁来出战第一场 牧尘目光看向众人 问道 我去吧 弱邪淡淡地说了一声 我出战第一场 可以看一看局势如何 而且 除非有非常强的对手 针对我天台 否则想要我淘汰 不可能 好 有你出战第一场 我也放心 牧尘微微点头 第一战的人选 弱邪 以弱邪的实力 想要威胁到他 将他淘汰掉 的确难 第二场战斗谁来 等第一轮战斗结束之后再延 先看看局势如何 我们务必确保 更多的人能够到达最后 这次众皇之约 对你们 很重要 牧尘颇为严肃地说道 众人都点头 眸子中透着锐利之意 务必争取通达最后 诸位准备好了吗 此时 齐皇声音再度传出 随即只见通天站台之上 齐家裁判站在旁边 目光环是三十六峰 道 我若说开始 参战者 必须在一息时间内 走下胯下山峰 然后到达这通天站台 否则便如 齐皇所说的 视为有一人弃权 现在 我给诸位实习准备时间 那人再度开口 实习时间 瞬息便过去 那人才吐出二字 开始 三十六峰 分别相隔很远 在一息时间内 想要窥视别人 出了谁再做决定 根本来不及 所以 不可能有人先观望 只能直接从山峰中踏下 顷刻之间 二十二人 几乎是同事 踏下了自己所在的主峰 随即一道道身影飘落 降临通天站台之上 二十二大方位 落地 或死亡 视为淘汰 当我说停战之时 说有人 皆都不许再出手 违规者 视为直接淘汰 齐家裁判再度开口 落地或死亡 才算淘汰 否则这通天站台虽浩瀚 但依旧有时会容不下 二十余人的大战 好了 现在第一轮战斗 开始 齐家裁判话音落下 身体滚滚腾空 到达虚空高处 俯瞰下方 杀 一声怒吓 只见齐家出了一位尊武六重巅峰之人 天龙神宝出了一位尊主 在战斗开始的瞬间 他们二人同时攻向了弱邪 仿佛有着默契般 一股滔天的狂霸气息 朝着弱邪滚滚扑去 极其强盛 混蛋 齐家和天龙神宝果然联手了 他们一定在战斗前已经传音说好了 天台人群低骂一声 这俩大势力要先灭天台 本章完 第1389章 残酷灭杀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齐家和天龙神宝如此齐心 在战斗刚开始的瞬间 直扑弱邪 针对天台 若是说 阿俩人之前没有通过传音交流天台的人 显然是不幸的 怒龙嘶吼 空间撕裂 上来便是强盛可怕的压迫力量 直扑弱邪而却 几乎在同时 弱邪的剑出翘了 直接刺入头顶上空 仿佛将虚空封锁住 同时 使得对方攻击而来的俩人 身形一致 同时 恐怖的荒之岁月奥义释放 笼罩在天龙神宝 和齐家强者身上 弱邪师兄的荒之岁月奥义 是七重奥义 而那齐家的尊武六重强者空间奥义 也是七重 还有天龙神宝强者 似乎是重力压迫 艰难的一战 不过弱邪师兄 应该还有底牌 凌峰看到那边战斗 也是心神意景 眸子中闪过一道寒芒 可以想象 若是他上战台的话 天龙神宝 齐家 一定会瞬间针对他 甚至不止 人欲天堂 司空家的人 也许同样会攻击他 这种规则 似乎隐隐对他有些不利呢 要看运气了 若是真的碰到了尊武八重 或者九重的对手 那便难了 不过这几大势力的九重尊主 本就不多 他没那么倒霉才对 好 一声龙银颤九霄 血光淹没天地 将弱邪的身体 都笼罩在战台之上的虚空当中 齐家强者使用空间 奥义神通封锁天地 手掌不断颤动 要将那整片空间中的人 撕裂杀死掉 弱邪师兄 天台众人心神微颤 好狠 一来就疯狂的战斗 血脉滚滚 武魂都直接使用出来了 齐家强者依旧是齐家的遗传武魂空间图谱 而那天龙神堡的强者武魂 则是一头凶猛无比的战兽 似龙飞龙 妖气冲天 使得他浑身的战气更加强盛 吞没天地 全部杀相若邪 痴 夺目而强盛的光芒绽放而出 一柄剑芒撕裂空间 人群看到了一柄剑 快到一瞬间 仿佛有千万种变化 如同流星般 咔嚓的声响传出 整片虚空崩溃裂开 而那剑则刺向了齐家的强者 岁月 弱邪冷喝一声 仿佛岁月降临在那人的身上 他的动作都变得迟缓了些 踏着虚空步伐想要离开 却见弱邪速度快到了极致 又吐出一道寒音 慢 一字吐出之后 天龙神堡和齐家强者的速度 好似都慢了下来 快慢傲夜 凌风眼眸一惊 弱邪的战力 无庸置疑 而在这时候 战台的其他人 也都纷纷大战了起来 没有人敢联手 因为怕被自己人因杀掉 毕竟这尔虞我诈的战台 谁都不能轻易相信 大师兄 弱邪师兄 能不能安然进击 有人对着牧尘问道 这二十二人同台大战 很惊险 在这短瞬之间 有俩个实力偏弱的人 被直接斩杀掉了 淘汰出局 局势风云变幻 这如何能确保 牧尘淡然说道 能不能晋级 不是他能预料的 若是只有这俩人对付弱邪的话 还能支持 哇 此时 又有一道身影降临 司空家的强者使用天谋 笼罩弱邪 让战斗中的弱邪动作一缓 仿佛陷入了天谋泥沼当中 面色难看 哈哈 你死定了 齐家强者怒吼一声 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 一道痴痴的声响传出 血光飞洒 杀生之力肆虐在那 齐家强者的身体当中 问傲学手握细剑 修长的手指 如同女子般 那双漂亮的毛子冰凉 你 那人死死地盯着问傲学 不甘地怒吼出声 而在此刻 杀生奥义全面爆发 那齐家强者的身体 被直接撕裂掉 化为废墟 问 问傲学身形一闪 如同一道闪电般 瞬息消失在了原地 软剑直刺司空家的强者而去 剑跨封 虽非盛气 但那闪烁着的银白光芒 却令人心颤 哼 问傲学杀向那司空家族强者 弱邪的压力陡然间一轻 冷哼一声 剑刺向那轰杀而来的 天龙神宝强者 此刻 他的对手只剩下一人 何足俱灾 杀 问傲学的实力 竟然也这么强了 难怪他 也能和问天歌一起 踏入神殿当中 很强 尊主级别的占领 林峰心中低语 若是问傲学不够强大的话 也不可能一击杀死其家的人 弱邪师兄 晋级没有悬念了 林峰扫了一眼站台上所有人的实力 心中暗暗说道 果然 最终的结局 也如同他预料的一样 弱邪晋级了 不过那天龙神宝的强者也晋级了 和弱邪杀得难解难分 倒是那司空家的强者 被问傲学斩掉 意味着问傲学一人 斩了其家和司空家两位强者 想到问家 其家 司空家三大家族的恩怨 这第一战 问傲学算是成功地打了 其家和司空家一巴掌 很响亮 最年轻的一人 斩了他们两方势力之人 第二战 你们谁去 弱邪归来 牧尘对着他点了点头 随即对身后的百战胜人群问道 众人沉淫了片刻 这种战斗谁都不知道 对方会怎么出牌 而且刚才天龙神宝和齐家 对天台的围剿 也让他们有一缕的忌惮 若非是问傲雪出手 弱邪很危险 刚才三人杀弱邪 让弱邪险些陷入绝境中 我去吧 一位尊武四重巅峰之人开口道 此人是第一批武皇门徒中的尊武门徒 凌峰见到过 拿到了百胜 战力也非常厉害 好 小心 牧尘对着他微微点头 很快 齐家裁判宣布 第二轮战斗开始 那强者随即踏了出去 片刻之后 又是二十二人降临站台之上 不好 此刻 牧尘的眼眸微颤 露出一缕不妙的神色 齐家 触动了一位尊主级别的人物 身上气息浩荡博大 很强盛 他天台的那强者 危险了 不战 直接放弃认输 一缕声音滚滚传入那天台强者的耳中 那人皱了皱眉 直接自己认输 朝地面而去 那也太丢人了些 杀 一声怒吼传来 那人面色难看 终究还是听了牧尘的话 朝着站台下空跃去 只要到达地面 就是弃拳战斗 哼 天台强者的速度陡然间加快 疯狂地朝着地面而去 然而却在此时 虚空中传出一缕强盛的空间波动 整片空间被封死掉 破 天台强者怒吼 但他却看到那齐家强者毛子嗜血 出现在他的眼前 手掌一握 竟然插入虚空当中 恐怖的虚空力量 撕裂天台强者的身体 他的手 直接将那整片空间都举了起来 好强 这尊主 是奔着杀人的目的 而降临的 天台之人脸色难看 这尊主实力好可怕 在他们冰冷的眼眸注视之下 那尊主缓缓地 将天台的强者身体 举在了虚空当中 他的眸子看向天台人群 目光中透着一抹妖异的杀戮之意 斩 一声怒吼 天台之人惨叫 那可怕的空间力量 不断地割裂着他的身体 血雨在那片空间中洒落 杀 那天台强者被如此残酷地杀死 惨叫声不断 被活活地虐杀致死 哼 天台的强者 一个目光是血 眼眸冲红 透着无尽的恐怖杀意 很好 下一轮 我上 侯清凌脸色冰凉 身上杀意疯狂蔓延 可恨 这一轮他没有出去 现在起 天台实力若是占据优势 你们第一个杀的人 必须是齐家之人 牧尘声音平静 但那股杀意却毫不掩饰 声音滚滚 飘入那齐家强者的耳膜 仿佛是感受到了牧尘身上的寒意 那强者的眼眸 也微微波动了下 随即他的手掌狠狠地一握 天台强者身体被撕裂掉 彻底地抹除 凌风漆黑的眼眸微 有些僵硬 杀伐之气浓郁 但却有着思思不安的意在弥漫 若是孟琴和月星上站台的时候 也遇到了这种强者 该怎么办 齐家和天龙神宝 是一定要诸天台之人的 孟琴实力还强盛一些 月星若是面对这种强大存在 一点机会都没有 本章完 第1390章 凌风的阳谋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不得不防 凌风想到这心中低欲 如果月星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凌风她不可能看着月星被人斩杀 尤其是齐家的人 擅长空间奥义力量 即便你想要逃 都没有她的速度快 齐家的空间囚牢 能将人直接笼罩 就和刚才那位天台强者一样 一旦被囚 必死无疑 目光环视人群 随即凌风朗声说道 萧宇兄 你第几场上站台 目风兄有何建议 萧宇听到声音后 回应了凌风一声 有些疑惑 不知凌风问这做什么 第五场战斗 我的冰雪美人将要出场 我无法上去 所以还希望萧兄带位守护一番 凌风朗声说道 顿时让众人一宁 不愧是好色魔修 这时候她想着的 依旧还是女人 竟然想要让别人保护那美女 什么时候 冰雪美人秋月星 成了她的了 好 我会让天魔殿尊主师兄出手 确保万无一失 萧宇回应说道 让人群眼眸一颤 这俩个家伙 太张扬了一些吧 这算是作弊吗 不过齐皇的规则里面 的确没有规定 不能互相通弃 再说 她齐家和天龙神宝 不也直接联手杀人吗 因此 凌风和萧宇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 也算不上是违规的 这魔修够狠 让天魔殿的人 帮她代为护美 混蛋 你这是告诉天龙神宝和齐家 是要害死秋月星 子谋青年冷冷地说道 你闭嘴 凌风眼眸 豁然间转过 落在那子谋青年的身上 锋芒毕露 隐隐有沙意绽放 让子谋青年 只感觉浑身 仿佛坠入了冰窖当中 子谋青年的目光 看向羽皇和牧尘等师兄 似乎希望羽皇和师兄 会替她出头 但她却悲哀地发现 没人理她 我若是再听到你插嘴我说话 我斩了你 一缕沙意从凌风的身上释放 降临在子谋青年身上 让她的心都扑通地跳动着 心中感觉无尽屈辱 这里是天台阵营 凌风当所有人面威胁她 再多嘴 斩她 大师兄 子谋青年的目光 向牧尘求救 够了 牧尘平静地说了一声 让子谋青年咯噔一下 在大师兄心中 她的地位 不如一个强大的外人魔修 凌风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随即对着秋月星道 月星美女 片刻 你第五场出战 在子谋青年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 秋月星竟然点了点头 似乎同意凌风的话 让她感觉脑袋有些短路 这是为什么 秋月星不应该厌恶 这好色魔修才对吗 第三场 侯青林并未出场 而是莫青天出场了 仿佛被侯青林以及牧尘预料到 这一次 齐家和天龙神宝出场的人都偏弱 是怕天台出很招 刻意让弱的人出去战 莫青天强势抹杀掉了齐家的人 但对齐家而言 似乎不痛不痒 损失一百圣战绩强者 他们竟极为平静 齐家大得很 人终究是要死的 只要不死最核心的那些天才就够了 莫青天顺利地晋级下一轮 第四战 天台出战的无用 无用 谐音无用 没有用 但此人 是天台十与二皇清传弟子之一 修为尊武武重 战力可怕 踏上战台 依旧和莫青天一样 虐杀了齐家强者 随后又斩了天龙神宝之人 四位天台出口气 无用 顺利晋级下一轮 这边天台 齐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问家等错综复杂的势力 卷成一团 疯狂争斗 而另一边 妖狱势力 战斗激烈 同时 仙荒个势力 以及血荒烈狱天魔殿碰撞 也非常激烈 第四战结束 第五战预备 秋月星走到前方 真的准备出去 即便天台的许多人都不解 秋月星就那么相信 凌峰正魔修 信任天魔殿 要知道 天龙神宝 齐家 司空家 仁玉天堂 都是恨透了凌峰的 他说要保护秋月星 其他人 却绝对会出动强者猎杀秋月星 凌峰会害死秋月星的 出来 齐家的裁判一声大喝 秋月星的脚步踏了出去 没有阴谋 没有诡计 真的踏了出去 直扑站台方向而去 月星 去不死天宫的方向 凌峰对着秋月星传音说道 好 秋月星点头 当他的身体降临之时 的确是在不死天宫出动的强者身旁 天魔殿的强者 看到秋月星的位置 也朝着秋月星靠了靠 而齐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仁玉天堂 四股势力方向 一道道浩瀚强大的气息冲天起 每一个都无比强盛 让人惊骇的是 这四股势力出动的 全部都是尊主 每一股势力出动了一名尊主 可见他们有多恨凌峰 凌峰喜欢这女人 他们就杀 即便凌峰可能耍诈 但他们依旧不愿放过这次机会 当开始俩个字落下之时 一道道浩瀚之气冲天 四位尊主级别的人物 同时 朝秋月星踏去 恐怖的压迫力量 将通天站台笼罩 那可怕的气息令人窒息 杀 齐家尊主擅长虚空傲义 掌控虚空步伐 只是瞬息之间 他便降临秋月星身前不远处 一股恐怖空间之盲 朝着秋月星笼罩而去 要将秋月星虐杀掉 且不说凌峰喜欢秋月星 就凭借以前秋月星与齐家 以及天龙神堡的恩怨 他就该杀 凌峰死后 秋月星可是杀了不少齐家和天龙神堡的人 滚开 一道晴天霹雳在虚空中颤响 秋月星的身前 多出了一道伟岸的身躯 修为尊武八重 一掌落下空间 化作恐怖狂潮 将齐家尊主的虚空力量 直接抹灭掉 轰得齐家尊主在虚空中翻退 而天魔殿的天武七重尊主 同时降临 挡在秋月星的身前 不死天公 人群目光一宁 不死天公出动的强者 比天魔殿还要强 尊武八重 乃是此刻 站台上最强修为 为的是 保护秋月星 不死天公既然出手了 传闻不死天公的少公主君墨西 与凌峰乃是非常要好的兄弟 秋月星是凌峰的女人 秋月星可能被人猎杀 君墨西派强者出来 也不奇怪 众人心中暗暗说道 那魔修差点害死了秋月星 还好不死天公君墨西念情 让强者出手保护 他们哪里能够想到 临峰开口对肖宇说的话 本就也是 说给君墨西听 兄弟间如此明显的暗示 岂能听不出来 临峰很放心 因为他知道 君墨西一定会让人出手的 都滚开 那不死天公强者怒吓一声 杀伐之气肆虐虐空 让那四位 尊主面色难看 秋月星本身实力 就不弱 如今俩位尊主护他 一位甚至是尊武八重 想要杀秋月星 男 没想到不死天公会横插一脚 一群废物 也想要猎杀我看中的女人 下一轮 我会上去 要杀我的 可以上 临峰眸子漆黑 声音滚滚 摩气浩荡 狂放不羁的话音 在虚空中缭绕 他的话音落下 一道道风锐的杀意眼眸 朝着他头来 他是在找死 竟然敢说自己下一站出手 一定要杀了他 不过他实力很强 尊主都能战胜 要出动尊八强者才行 齐家等人目光丰锐 杀意在心中弥漫 而在他们思考着下一场战斗的同时 站台上疯狂的大战 正疯狂的爆发 当十一人被轰下去 或被击杀的时候 秋月星依旧好好的在那里 被尊武八重的人守护着 顺利晋级了 根本就没有出手 直接晋级 当秋月星回到站台的时候 天台的人心中唏嘘 不少人狠狠地瞪着凌峰 好玄 若非是不死天宫的人出手 凌峰真的害死秋月星 这一场结束 第六场战斗要开始了 齐家 天龙神宝等方向 仿佛有一根弦紧紧地绷着 都想要杀凌峰 出来 齐家裁判一声大喝 顿时虚空身影闪烁 转瞬之间一道道身影降落站台之上 齐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三大势力 全部都是尊武八重的尊主 人欲天堂 也是尊武七重的尊主 阵容之强大 令人窒息 但是 天台方向 不是凌峰 而是 清灵轮回见 侯清灵 这一刻 齐家 天龙神宝的人都微微有些傻眼了 是侯清灵 一群可笑的家伙 凌峰讽刺的声音滚滚而出 清灵轮回见 绽放而出 侯清灵直接朝着那齐家之人杀了过去 一箭 斩出轮回 天台的不少人也意外 为何是二师兄 不是这魔修 一定是这魔修刚才对二师兄传音 让二师兄出去 这家伙 够狠 那边的战斗波动恐怖 齐家和天龙神宝 两位尊武八重强者 与侯清灵对战 这司空家族的尊主 则被温家尊主截杀住 温家 也出动了尊武八重的强者 这一次的阵容 是最恐怖的一轮阵容 二师兄的实力果真恐怖 尊武七重 将两位尊武八重强者 破到这种地步 恐怖着齐家和天龙神宝的尊主 连晋级的资格 都要被剥夺了 天台众人心中暗倒 而此刻齐家和天龙神宝的人 却脸色铁青 非常难看 这种强者 他们一共才几位 本章完 第1391章 《破杀梦晴》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靖无痕 这一场战斗的结局出来 齐家的人脸上更是附着冰霜 他们齐家的那位尊武八重强者 被侯清凌斩掉了 为了斩他 侯清凌受了天龙神宝强者一拳 口吐鲜血 但忍着身上的伤势 他将那天龙神宝的强者 压迫地触及了地面 被淘汰 两位尊武八重的强者 被淘汰掉了 他们二人 分别是齐家和天龙神宝的王牌人物之一 侯清凌回来之时候 牧尘脸上 却并没有轻松 而是有些凝重地对人群道 接下来几场战斗 可能会面临齐家和天龙神宝的强大抱负 你们准备谁上战场 下一场我来吧 天痴平静地说道 牧尘点头 天痴你去 我便放心了 正如牧尘预料的那样 这一轮齐家和天龙神宝 一人一位尊主人物 都是尊武七重 围剿攻击天痴 好在这一轮是天痴上战台 若是换一人的话 恐怕难以应付得了 天痴虽无法击败对方 但好歹不会被淘汰 一直到另外的战场分出胜负之后 战斗结束 天痴等大战的三人 全部晋级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齐家和天龙神宝 一直围剿我天台 步步难跨 恐怕会有不少人淘汰 你们千万记住 若是知道不敌 立即直接顿入地面 认输 即便淘汰 也要保住性命 牧尘再一次不放心的嘱咐说道 天台众人都点头 深计教训 牧尘叹了一声 残酷的战斗 总是免不了要有人战死 而且 接下来战死的人不会少 天台真正的精英强者 也只有十几人而已 到底天台的底蕴 相比其他势力而言 还是稍显不如 更遑论 齐家如今和天龙神宝 死磕天台 另外 司空家也虎视眈眈 牧尘的叹息 很快似乎便被印证了 接下来连续七场战斗 齐家和天龙神宝 间隔着出动尊主强者 齐家尊主 天龙神宝便尊武六重 齐家尊武五重或六重 天龙神宝便尊主 天台承受住了三场 但另外四场战斗 四人都死得很惨 被齐家 或者天龙神宝的人 当面撕裂掉 虐杀 鲜血淋漓 面对着天台 仿佛这第二轮的战斗 成为了他们解决恩怨的战斗 斗智斗勇 天台的气息显得格外的压抑 每个人身上都释放着凛冽之气息 那鲜血淋漓的虐杀画面 让他们恨不得全部冲杀出去 和齐家 和天龙神宝大战一场 解决了孟擎之安全问题 我便出去 斩他齐家一个重要人物 凌风的眼眸中闪过一道寒芒 随即 他的目光穿透虚空 遥望不死天宫人群所在的方向 漆黑的瞳孔中 释放出一缕缕膜之意志 君墨西似有所觉 随即目光朝着凌风看来 对着凌风微微点头 有了刚才一事 他自然知道凌风需要什么 秋月星顺利过关 但梦情还没有 君墨西曾经看到凌风为孟擎而入魔 他知道这段情有多深 所以 凌风不可能会让孟擎出半点似的 因此 即便孟擎本身实力很强大 但凌风依旧还是放心不下 对他示意 孟擎 下一站 你去 凌风对着孟擎传音一声 孟擎微微点头 对着牧尘说了一声 然而 当孟擎踏出天台阵营的那一刻 天台的人心陡然间一颤 尊武九重 怎么会是尊武九重 还有天龙神宝 也是尊武八重的强者 天台的人嘴角抽搐 他们分明看到 除了那尊武九重和尊武八重的强者外 齐家和天龙神宝的那两位强者后面 还分别踏出了一人 分明是尊武七重和尊武六重 不过 却被这俩人抢先了 他们是看到 孟擎才站出来的 用绝快的速度 在一息时间还没过去的那刹那踏出来 为的是诛杀孟擎 他们瞬间明白了过来是怎么回事 可是 为何对孟擎 他们要下此杀手 动用这么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那摩修他们踏出去了 也不过如此吧 齐家和天龙神宝 一直在关注孟擎 等孟擎踏出 雪玲珑 牧尘心中了然 齐家和天龙神宝宝 破死了凌风 而孟擎和秋月星本 就在报复 他们担心孟擎成长起来 对于雪玲珑这种传说中的妖兽 只要不死 是一定能够成长起来的 所以 他们要在雪玲珑崛起之前 让他死 孟擎 去不死天宫阵营方向 不行直接下战台 不要名额了 凌风对着孟擎传音说道 不需要他说 当人群踏上战台的那一刻 不死天宫的强者 主动来到孟擎身前 竟也是尊无九重的强者 不死天宫 唯一一位尊无九重之人 两百岁以内的尊无九重强者 本就不多见 又是不死天宫 这不死天宫 对凌风的女人倒是照顾 那不死天宫少公主君墨西 倒是够一起 人群看到这一幕 心中暗道 这次出动的阵容 好可怕 开始 齐家裁判话音落下的刹那 齐家的尊主身体 陡然间消失了 朝着孟擎而去 几乎在同时 虚空之中飘起了雪花 孟擎的身体 也在同时消失不见 溶于雪中 轰隆 齐家尊主滔天可怕的攻击 轰在了站台之上 仿佛阵的站台都动摇了起来 不死天宫脚步一踏 朝着他杀去 然而 齐家尊武九重的人 根本不与他站 虚空步踏出 顺息没有了身影 尊武九重的他 踏虚空步 就如同顺一般 太快了 下站台 凌风吼了一声 不死天宫的强者 虽也是尊武九重 但因为齐家 尊主擅长的是 虚空的力量 所以 他很难挡住 对方杀孟擎 必须要下站台了 否则孟擎会死 境界差距 太大了 咫尺天涯 孟擎心念一动 然而这种雪族妖术 瞬间被轰破 孟擎身体再次消失 朝着下空坠落而去 却见那齐家尊主 直接踏着虚空步 踏到孟擎的上空 毛子上 杀意凌厉到了极致 杀 杀 杀 那尊主从天上怒笑一声 顿时整片巨大的空间 被杀伐虚空力量封锁住 无尽璀璨夺目的金色虚空杀伐利剑 朝着下空刺杀过去 将那整片虚空都占满 他下空的一切 都要死在这股杀伐虚空力量当中 谁都不能幸免 孟擎 一定要死 哄 凌风看到这一幕 脸色苍白 一股滔天的杀伐力量 冲入云霄 狂暴无边 这一刻 凌风深周的人 只感觉一股死亡的压迫力量 弥漫而来 死气侵蚀着他们的身体 甚至让他们忘记了 孟擎那边惊险的一刻 好恐怖 那些靠近凌风的天台之人 一个个心头骇然 此人的气息 好可怕 这才是他的真正毁灭力量吗 竟然为了孟擎 他释放出如此强大的 毁灭杀伐力量 难道这魔修 对孟擎动了真感情 此时的孟擎 身上陡然间被圣仙之光护体 一朵璀璨夺目的圣仙雪花 漂浮在他的头顶上空 充斥着浓郁至极的仙气 那是玲珑圣仙气凝聚而成的雪花 整个雪花呈现五叶花瓣 要将上空的毁灭力量包裹 而他的身体 继续朝着下空降落 吃吃 玲珑圣仙气所花的雪花花瓣 都被穿透 但依旧抵挡住了空间 沙伐力量片刻 只是这片刻的时间 孟擎的身体落地 而那无尽的沙伐虚空力量 依旧垂落而下 要杀死孟擎 这片空间的一切都要毁灭掉 即便孟擎已经落地 一样要死 这是孟擎落地之前 他发动的攻击 嗡 嗡 一股滔天的恐怖洪流汇聚 将无尽的虚空沙伐力量拖在那里 玲珑圣仙气归为 孟擎看了上空一眼 随即朝着天台方向闪烁而来 哼 一声冷哼 齐皇脚步陡然间消失 出现在孟擎上空 而同时 羽皇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齐皇 你可是东道主 羽皇淡淡地开口说道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孟擎身体笼罩 不让齐皇下杀手 是羽皇出手了 好险 差点孟擎就被斩杀 人群只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 羽皇在千钧一发之时 出手就下了孟擎 师尊 林峰心中低语 毛子中露出浓浓的感激之意 好险 身上滔天的魔艺也微微收敛了些许 扶摇上的滚滚魔器回收 他的心头也浮过暖流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 齐皇竟然又想要插手 你干扰规则了 他本就该死 齐皇冷漠说道 齐皇你眼睛看不清楚吗 他已经落地 是淘汰了 既然淘汰了 我为何不能出手 哪里违背了规则 羽皇凝视齐皇 平静说道 违背了便是违背了 羽皇 你是要干涉仲皇之约吗 天龙皇站了出来 仿佛那一日 拜死凌峰的局面 再度形成 好 很好 昔日你们二人 便是如此掰破 爱图凌峰的 如今 又要用相同的手段 对付他妻子吗 羽皇露出怒容 齐皇和天龙皇也不答话 身上气息渐渐强盛了起来 齐皇 天龙皇 你们过分了 羽皇没有违背规则 那女孩的确先落地 已经算是淘汰 羽皇出手就她性命 不算违规 此时 一道轻柔的声音滚滚而来 让齐皇和天龙皇目光微宁 随即在羽皇的身边 出现了一绝美女子 竟然是六玉先公的武皇 本章完 第1392章 林峰发怒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林峰看到六玉武皇出现 他的目光不由地朝着远处的依人类头去 只见依人类美眸中似含着一缕忧怨之意 却让林峰心中微暖 这六玉先公的武皇与他非亲非故 若是说有什么关系的话 肯定是依人在帮他 四皇对峙 林峰身上寒意冲销 可惜他依旧无力干涉 眼前的一幕和齐皇与天龙皇当初破他死亡何等相似 仿佛是重现般 不过这一次师尊的态度强硬了许多 显然是不想重蹈覆辙 当然林峰猜测 昔日师尊任由他放逐 而没有作为 或许是知道 牧尘大师兄会做出些什么 武皇出手 本就是违规 众皇之约 何时允许武皇插足了 此时 司空武皇降临 与齐皇天龙皇并肩 三皇压迫 好可笑的话语 武皇出手便是违规 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不算是插足吗 又一道声音滚滚而来 问家武皇降临虚空 和羽皇 六与武皇并肩 似乎牵扯进来的武皇越来越多了 齐皇 司空皇 天龙皇 你们三人在这众皇之约所作之事 诸皇有目共睹 门下弟子一直联手 做些阴暗之事 还口口声声谈什么规则 你们不是一直在利用规则漏洞吗 这东道主倒是做得果然够好呢 问家武皇讽刺说道 如今三皇压迫 要杀一位女孩 真是好有脸面 周围无数人群的神色 变得格外的精彩了起来 三皇对阵三皇 这众皇之约 难道要演化成众皇之战不成 若是我一定要杀他呢 齐皇冷冷说道 我保证 齐家和天台 同灭 羽皇目光冰凉 淡漠的声音 却让人感觉到了一缕疯狂的念头 若动手 天台与齐家 同灭 于死网破 齐皇盯着羽皇的眼眸 深邃的目光中 透着阴沉之意 这八荒镜的众皇 基本都是夏卫皇 但同为夏卫皇 境界依旧有差距 十与二皇成皇之时 他们销声匿迹 很少出来走动 等到他们出来之后 修为已经非常稳固了 曾经在许多年前 和天龙皇大战一场 天龙皇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十与二皇 都是属于后机勃发 大气晚成的那种 他们曾经在八荒 并没有多么耀眼 但成皇之后 却露出了风锐獠牙 直到他们天台正式招收 第一批五皇门徒 八荒重荒便都明白 十与二皇已经是有了一些底气 敢直面八荒其他珠皇了 你是在威胁齐家 齐皇声音寒冷 仿佛高人一等 若是羽皇真要疯狂的话 他能斩天台的人 却无法阻挡 羽皇斩他齐家的人 是齐皇你在威胁我 羽皇冷淡回应 俩人的眼眸碰撞 好似他们双目之间的虚空 都在狂乱浮动 天台 好 很好 齐皇缓缓转身 猖狂大笑 透着肆无忌惮之意 仿佛没有将天台放在眼里 哼 司空武皇和天龙皇 也相继闪烁 回到自己所在的山脉 没有去动梦晴 这让凌风微松了口气 但心中却又有一股难以言明的压抑之气息 似乎是因为齐皇的猖狂大笑 众皇之间 有他不知道的内幕 齐家 司空家 还有问家等三大武皇势力 是否要比其他诸实力要强大一些 底气在哪 这里的诸皇 都是夏卫皇 而齐家等武皇是家 很可能有中卫皇存在 牧尘对着凌风传音说道 让凌风神色一颤 难怪 难怪齐皇如此猖狂了 竟然有中卫皇存在 十皇一直不出现 难道是去追寻中卫皇之路 凌风神色一凝 在八皇境 大多数武皇都是夏卫皇 若是能诞生出一个中卫皇 便有说话的底气 不过想要成为中卫皇 谈何容易 命运之城这一次 相隔很少时间便开启 因为在他们这一代 是妖孽辈出的一个时代 被预言有许多人可能会成为中卫皇 甚至上卫皇 但是 可以预见 依旧会有许多妖孽 会中途夭折 被抹杀掉 根本成长不起来 预言只是他们有那样的天赋而已 并不代表 他们最后 能成长到那一步 不过那些中卫皇老妖怪 从来不出世 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是否还在 其他诸实力中 能和中卫皇抗衡的 大概也只有不死天宫的老皇主 还有彭皇那神鸟金翅大鹏了 不死天宫老皇主是中卫皇 彭皇则凭借他的天赋 也许能够和中卫皇抗衡一二 牧尘再度说了一声 林峰心中汗手 难怪老皇主大仙快到了 依旧没有人敢动不死天宫 原来那活了无数年的老皇主 是中卫皇 可惜 他的后辈 没有出现一个老皇主一样人物 后继无人 否则 又是一个武皇家族 此时 羽皇随孟琴归来 林峰脚步微微踏了下 想要上前将孟琴抱住 然而想到此刻自己的身份 他又硬生生地将脚步止住 却见孟琴对着他柔和一笑 传音道 林峰 我没事的 众皇之约 齐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我见一个杀一个 林峰漆黑的眸子中 透出无比强烈的杀意 仰头朝着齐家等人望去 开口说道 裁判开始之后 我们有一夕的时间 有了此次的教训 都不要轻易踏出去了 在一夕时间的末尾踏出便可 牧尘听到林峰的话后 转身看向众人 说道 他说的没错 这次的教训 大家好好集取 是 众人都纷纷点头 目光中透着寒芒 刚才在孟琴身上发生的一切 以及孟琴之前的一次次残忍屠杀 让他们明白了众皇之约的残酷 杀 斩尽其家之人 好了 下一轮谁去出战 牧尘目光看向人群问道 开始准备下一轮的战斗了 林峰走到孟琴的身边 微微靠着他的身体 孟琴脸上露出一丝温暖的神色 林峰 还是最在乎自己的 他知道 刚才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林峰一定被吓住了 别去多想了 早晚有一日 你会成为武皇的 孟琴微微碰了下林峰的手 对着他传音说道 林峰点头 眼眸中透着坚韧之色 一定会的 他日若成皇 毕灭其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也算 温家和六玉先攻 这次帮了他 以后有机会可以结交 还有天魔殿 接下来的几次战斗 齐家和天龙神宝 依旧围剿天台 司空家和温家碰撞 局势一如既往 不过齐家和天龙神宝 也不可能如同刚才一样 连续八战出动尊主人物 他们的尊主 已经渐渐耗尽了 林峰的目光 一直在盯着齐家的方位 眸子中寒芒闪烁 齐家的人 我认识的不多 但是齐天旭我知道 齐天旭 齐天圣 还有齐娇娇 齐家三婴 这一次 我要让这齐家三婴绝灭 林峰这一轮的目标不为其他 先诛杀齐天旭 齐天旭和齐天圣是亲兄弟 真正的武皇嫡系血脉 到了第三十二战的时候 战况空前惨烈 每一轮都有人死 此刻人群已经都站出了真火 即便是那些本无恩怨的武皇势力之间 你杀了我的人 我就要杀回去 渐渐的都开始杀戮起来 通天站台下方 又多出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的主人 也都算得上是天才人物了 这一战我去 天台一位强者 对着牧尘开口道 牧尘微微点头 当裁判喊出开始二字之时 一道道人影闪烁 那人等到一夕末尾之时 脚步刚想要踏出去 却见一道狂风拂过 陡然间抢在了他的面前 踏了出去 牧风 天台的人神色一致 只见牧风抢先踏了出去 直奔站台 浩瀚魔器翻滚起来 透着无穷杀伐之意 不好 齐家之人看到 凌风突然出战 不由得神色一宁 齐天旭已经是在一夕过半才出去 牧风 是在那一夕时间将要过去的时候 如狂风般卷出 要杀齐天旭 开始后立下站台 齐千航对着齐天旭吼了一声 这让齐天旭面色难看至极 他好歹是上一代的十大妖孽之一 但如今在一后背面前 让他灰溜溜地滚下站台 不 齐天旭站在站台上 看着魔一冲天的凌风 眼眸中透着浓浓的不甘心 开始 齐家裁判话音落下 凌风的目光 陡然间朝着天龙神宝 那尊无五重的强者望去 滔天的魔道意志 全部汇聚于瞳孔当中 杀伐无尽 死亡诅咒 杀 一声怒吼 魔道意志与死亡诅咒同时降临 那人神色剧烈颤动 死期蔓延 生命力量被剥夺 杀 杀 杀 凌风连续三个沙子吐出 死亡诅咒融入了不朽傲益于其中 冲入天龙神宝那强者瞳孔 而凌风的身体 则是冲向了齐天旭 扑动 那天龙神宝的强者 倒在了站台之上 从踏上站台的那一刻 他连脚步都没有来得及动一下 就被诛杀 浑身都是死亡之气 死的不能再死 我不敢 齐天旭怒吼一声 随即朝着站台下踏去 齐天旭 凌风怒吼一声 齐天旭眼眸转过 随即看到了一双无尽冰冷的魔道之瞳孔 瞬间要沦陷进入其中 魔之意志贯穿他的脑袋 死亡诅咒 诅咒之力蔓延 凌风大步踏出 瞬间降临 滔天的滚滚魔翼朝着齐天旭压迫而去 让齐天旭窒息 不 齐天旭狂吼 脚踏虚空步 想要离开 虚空妖朔 虚空力量波动 将他的身体笼罩 随即滔天魔翼压迫到眼前 齐天旭骇然转身 却看到凌风的身体都仿佛变得庞大了起来 一只可怕的魔道大手将他扣住 本章完 第1393章 同盟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以前 凌风使用的虚空妖术 是使得虚空之力笼罩自己 而如今 凭借强大的空间奥义 以及对虚空妖术更深层次的运用 一念之间 好似将齐天旭笼罩到虚空里面 和咫尺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 齐天旭如何逃跑 却发现 依旧在虚空里面 等到齐天旭刚想要破开虚空的时候 人已经被凌风扣住 怎么和孟琴使用的手段 有几分相似 许多人目光中闪过异色 其中还有一些人 甚至感觉这种手段似曾相似 不过想到 这是一种虚空神通手段 掌控空间奥义的许多人 也许都能使用 他们便也释然 目风扣杀齐天旭 远比这一种神通手段 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此时 齐天旭身上死气蔓延 仿佛浑身都要慢慢地 被死灰之气覆盖 脸上 没有任何的血色 心中涌现无尽的绝望之意 什么叫不堪一击 此刻的他 在凌风的面前 似乎印证了这个词语 他是如此的不堪 自诩强大的实力 是这般的脆弱 是齐天旭太弱 还是目风太过强势 人群神色微微颤动 十大妖孽之一 齐家三婴老大 齐家三婴 齐天圣被凌风在问家斩杀掉了 齐娇娇被凌风掳走 不知死活 如今 这齐天旭也要死了 齐家三婴 要被灭没得一个不胜 凌风将齐天旭的身体提在空中 脚步一踏 仰头 漆黑的毛子 直视天穷齐天风上 这一刻 齐家的人群一个个脸色男看到了极致 死死地盯着凌风和齐天旭 斩 凌风怒吼一声 顿时 空间力量撕裂齐天旭的一条手臂 凄惨的叫声传出 鲜血淋漓 斩 凌风再喝 齐天旭另一条手臂在虚空中被撕裂 血雨从空中洒落 你找死 齐天风上 一声怒吼滚滚而来 仿佛恨不得将凌风碎尸万段 但碍于众皇之约 他们不可能直接出手救人 羽皇救人 是因为孟秦当时已经落地淘汰 而齐天旭 却根本没有机会落地 直接被抓住 残忍虐杀 就和他们刚才虐杀天台的人一样 我找死 我看中的女人 你们都敢动 我发誓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齐家最好不要遇上 否则 见一个 我虐杀一个 滚滚魔器扶摇而上 仿佛有魔王虚影若隐若现 凌风漆黑的瞳孔锋锐无边 无法无天 再斩 啊 杀了我 齐天旭凄惨咆哮 身上出现一道长长的血痕 鲜血淋漓 死灰之气 依旧在侵蚀他的身体 杀 杀 杀 齐天旭疯狂了起来 再也不再畏惧死亡 这样下去 也是生不如死 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要死 我成全你 凌风瞳孔冰凉 目光中没有任何的情感 杀齐家的人 他不会有半点心软 更何况 这人是齐家的齐天旭 曾经还想过 要灭他的家人 吃 吃 好似有千万利刃 切割在齐天旭的身上 凌风手掌松开 腿猛地踏在他的身上 顿时齐天旭的身体 朝着齐天风的方向飞去 鲜血不停地飞洒 死 一声怒吓 齐天旭死亡 仿佛被千刀万剐 死得无比凄惨 风魔 这木风 是真正的疯子 魔头 将来成长起来 一定会是个可怕的魔王 恐怕齐家不会留他 人群只感觉心中震撼 即便是武皇都因凌风而感到心惊 若是凌风天赋差劲 即便再疯狂 他们也会不屑一顾 那是找死 但偏偏 这魔修天赋极强 又是一尊真正的魔头 无法无天 根本没有什么顾忌 畏惧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样的魔才可怕 一旦成为魔道武皇 将是一尊魔王 若是有人感动他的女人 他是不是会杀戮天下 如果没有必要 不要得罪这魔修 许多和天台和凌风 没有仇怨的武皇心中暗道 当一个人的天赋强大到一定的程度 是能够对上位者 生出忌惮之心的 就凌风表现出来的战力 魔之意志 如若他不死 早晚成皇 到时候 恐怕不是一般的皇 因此 没有必要和凌风交恶 当然 对于齐家 天龙神宝等 和凌风有仇的 几位武皇而言 他们恐怕就要将凌风早点铲除 不留后患了 杀齐天婿后 凌风的目光直接刺向齐天风上 漆黑的眸子中 透着无视苍天之霸意 谁动他女人 都要诛杀 齐家 只要和他遇到 见一个 虐杀一个 呼 齐天航等人盯着凌风 杀意凛冽刺骨 似想要现在就出手 将凌风斩掉 你会比齐天婿死得更惨 齐天航的嘴中吐出一道冰寒之音 我很期待之后 与你们齐家之人相遇 见一个 杀一个 凌风眸子中露出嗜血的笑 随即身形闪烁 朝着战台上而去 他杀天龙神宝的那人 只是瞬间的功夫 然后斩了齐天婿 时间也并不长 战台上的战斗 依旧还在持续 看到温家之人 和司空家的人在大战 凌风脚步一踏 朝着战斗双方而去 温家强者和司空家的强者修为 都是尊武武重巅峰 看到凌风过来 那司空家的强者神色僵硬 他知道 这魔修一定是冲着他来的 刚才司空武皇站在了齐皇一边 压迫他喜欢的女人 哪里走 凌风双拳轰杀而出 杀戮魔拳洞穿天地 仿佛要将空间傲义 都融入到里面 滚开 那司空家强者反手一掌 虚空炸裂 然而他看到凌风大步朝前跨出 一拳拳轰杀而出 仿佛能够威力叠加 永垂不朽 那是不朽傲义的力量 哄 胸口终于被冻穿 那司空家的强者面上露出绝望之色 丝丝的盯着凌风 司空家 不会放过你 那人嘴角一血 猙獰说道 多一个家族也不多 凌风冷漠说道 又一拳轰了出去 将他的脑袋轰得炸裂掉 斩 凌风目光朝着司空家的强者 锁在的山峰之上 盯着司空家人群 冷冷地道 这是刚才的代价 显然 凌风所指的 是司空武皇站在了齐皇和天龙皇一边 想要压迫杀死孟晴 凌风的目光又看向温家方向 说道 多谢前辈刚才出手救援 另外 齐家与司空家 联手对付温家 齐家又与天龙神宝 联手对付天台 温家 何不与天台联手 共同欲敌 天台和齐家 天龙神宝 都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齐家和司空家的同盟关系 等于是将司空家也拉入了天台的对立面 天台处于绝对的弱势 的确需要盟友 温家 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温家和天台所处的局面很相似 宇皇以为如何 温皇淡淡一笑 目光望向天台 若是温皇点头 天台愿与温家并肩 宇皇含笑说道 虽说齐家与司空家 可能不止一皇 我天台又何止一皇 十皇一直伴随天台左右 我天台也从未将天龙神宝放在眼中 一个几千年前的废物武皇带领的势力 能有什么成就 十皇早晚会超越他的 另外 我天台几十年来 必将再出几位武皇 宇皇的声音中 透着强大的自信 天台如今是处于弱势 但只需要给天台时间 几十年 甚至更短 宇皇 天台 被齐家和天龙神宝压迫 他终于在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当着八皇重皇的面 毫无掩饰 仿佛要露出争容 这让众人心中微颤 尤其是那些武皇 宇皇如此自信 难道十皇 有了重大突破不成 若是十皇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踏足中为皇 那么 天台崛起 将无人能挡 哈哈 好 我也很期待天台的未来 问家 愿与天台携手 问家武皇朗声笑道 让齐皇和天龙皇面色不好看 尤其是天龙皇和天龙神宝的人 宇皇 当着八皇重皇的面 在羞辱天龙皇呢 而天龙皇是天龙神宝的象征 一个武皇势力 他们的根本 还是武皇本身 羞辱天龙皇 等于羞辱了整个天龙神宝 此刻 站在站台之上的灵峰目光 缓缓转过 他的眼眸 看向了天魔殿所在的方向 或者说 看向天魔皇 天魔殿 若是愿意站在这同盟之上 他日我成魔王 必记住天魔殿之恩 凌峰声音平静 让众人目光一宁 凌峰 竟然想要将天魔殿 拉入天台和问家的同盟之中 天魔皇也颇为惊讶 看着凌峰 并未立即回答 古话有云 锦上添花意 雪中颂探难 若是他日凌峰成魔霄 便用不上他了 但是如今 他若住凌峰一臂之力的话 便不同了 或许凌峰会记住这恩 可否见你古今一关 天魔皇沉音片刻说道 凌峰修炼的魔精 非同寻常 他日我成皇 将我所修魔精奉上 绝对不会让前辈失望 凌峰平静对待 有朝一日 他若成皇 也不在乎一部魔精了 送给天魔殿又如何 好 我天魔殿 从此语问家 天台 同心 天魔皇笑道 这一刻 齐皇 天龙皇等人 面色更加难看 本章完 第1394章 又一轮落幕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问家 天台 天魔殿 三股势力 都是武皇势力 完全能够与齐家 司空家 以及天龙神堡同盟抗衡了 众人显然没有预料到 这暮风能够拉拢 让三大武皇势力形成同盟 这样一来 面对那三大势力联手 天台和问家 不至于处处被动 受制于人 这五道世界任何地方都少不了争斗 八荒境 即便是众皇之约 实则依旧是这些武皇势力在博弈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 如今的局面是 齐家 司空家 和天龙神堡等人 面色难看 冰冷地盯着通天站台上的凌峰 没想到被一个尊武二重的魔修 改变了整个局势 而凌峰将天魔殿拉拢进入这同盟 问家武皇 显然是颇为高兴的 这样 他们又强胜了一分 齐家等人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不过最受益的 依旧还是天台 齐家和天龙神堡 对天台的压迫所有人有目共睹 太狠了 抓住机会必是虐杀 这样下去 天台免不了依旧有人被虐杀 不过如今 凌峰将另外两股势力 与天台绑在一起 那种虐杀的局面 便不会经常出现了 凌峰目光扫视其他诸多势力 不死天宫老皇主大宪将至 君墨西如今已经够头疼的了 他不可能将内部不稳的不死天宫拉进来 那样会让君墨西 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而花果山 原非虽然在 但是花果山等妖玉三大势力 正忙着对抗妖皇殿 彭皇势力 六玉先公 六玉先皇已经帮助了他一次 他没有什么理由 要求别人武皇再为他做什么 毕竟一人类只是六玉先公的圣女 而不是女皇 天魔殿他可以用魔道古今去换 但六玉先公 他拿什么与别人交易 当然 凌峰以古今为条件 让天魔殿加入这同盟当中 实则在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东西 他是说城皇之日 才奉出魔经 意味着在城皇之前 天魔皇 最好让他不要死才行 他死了 这约定自然无效了 这对他以后是有好处的 毕竟他还在八荒 就不得不防齐皇 天龙皇等人用一些手段 人玉兄 可怨协力 齐皇的目光 朝着人玉天堂方向望去 人玉天堂的武皇 看了齐皇一眼 笑着道 我便不烫着浑水了 这局势已经足够乱了 六大武皇势力 很可能会点燃恐怖的大战 天魔皇是为了古今 他又无法得到什么 不值得加入里面去 不值得 甚至 他准备 让人玉天堂的人不要 再针对临风或者天台了 现在这些势力够混乱了 稍有不慎 人玉天堂 怕无法自拔 况且 他也不得不顾及 一番天台 就如同羽皇说的那样 天台 可不仅 只有一位武皇 还有十皇在呢 天台的未来 还将诞生新皇 这是一股非常有潜力的年轻武皇势力 齐皇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非常不悦 人玉天堂武皇拒绝了他 显然不愿意参与进来 其他势力 估计也不会参与到里面了 也许他们乐得在一旁观望 看戏 好坐收渔翁之力 此时 通天站台之上 战斗已经结束 这一轮 天龙神堡 齐家 司空家 三股势力的弟子 被凌峰一人抹杀掉 尤其是齐家的子弟齐天旭 被凌峰活生生地虐杀致死 继第一轮之后 这魔修在第二轮的战斗中 又狠狠地甩了 齐家一个耳光 同时促成了三大武皇势力同盟 抗衡齐家 司空家 和天龙神堡三大势力 当凌峰回到天台所在的山峰之上时 天台不少人看着凌峰 都露出了异样的神色 不得不说 凌峰做了一件对天台非常有利的事 即便那些憎恨凌峰调戏梦情 以及秋月星的人 对凌峰的恨意 都稍微减少了些 唯独那子谋青年 面色越发的难看 接下来上场的战斗 问家和天魔殿 没有让凌峰失望 他们踏上站台之时 直接与天台的强者汇聚 形成同盟之势 对抗齐家等人的力量 三股势力 总有一方会出动稍强的艺人 这样一来 只要能够稍微抵抗住对方的攻击片刻 也足够另外的俩人放弃战斗 自动弃权了 面对太强的人时 为了保住性命 弃权并不可耻 而若面对只比自己强大不多的人时 却是可以尽全力一战的 激发自己的潜力 即便战败 依旧能够获得好处 甚至在危机关头潜力迸发 跨越境界 转眼之间 天台的战斗 渐渐地接近了尾声 依旧有三场 出现了虐杀的时候 这三场天台出的人不是太强 而天龙神堡中 出现了几个怪物 你化为妖龙 气息滔天 可怕无比 天龙神堡 一共有九人 修炼一样的功法 这功法是天龙皇所修炼的功法 这九人全部晋级了 而且 他们都拥有跨境界的强大战力 你们注意到没有 天台最后一场战斗结束之后 其他不少势力 依旧还有人 便要继续战 此时牧尘回过身 对着众人问道 九人 最低一人的境界 只有尊武四重巅峰 而最强的那人 尊武八重 十力骇人 若邪微微点头 他的确看到了 天龙神堡 有九个这样的人物 颇为低调 众皇之约第一轮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偷偷地掠夺了百圣战绩 只有其中一人 曾出现过天台的战台上 想要杀孟琴 林峰当然也注意到了 第一轮想杀孟琴的人都在里面 他能不注意吗 这九人 应该是天龙皇培养出来的 绝对核心人物了 如若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遇到 不敌的话 就直接认输 若是能战胜 务必抹杀 牧尘平静的声音中 却透着一缕寒意 武道世界无仁慈 面对敌人 唯有斩尽杀绝 才不至于威胁到自身 放任他们成长 就是对天台的残忍 大师兄说的没错 这九人都心狠手辣 你们看到了 他们杀人之时极其的凶狠 不敌的话 绝对不要逞强 性命要紧 保住命 百年之后 你们还可以参加众皇之约 那时候的你们 都足以独当一面 傲视巴慌了 能杀 就斩 不留祸根 侯清凌同样冷漠说道 杀意强烈 他向来疯狂 主杀 曾经敢独闯天龙神堡 心智极其的坚韧 众人都纷纷点头 将牧尘和侯清凌的提醒记住 即便牧尘不说 他们也都明白 该如何做 还有那齐家的齐千任 尊武六重巅峰那人 乃是齐家无敌 尊主齐千行的亲弟弟 也是齐皇最小的儿子 很厉害 你们要小心 牧尘将几个重点人物 对众人分析 后面的战斗 如若遇到 强则杀 弱则不战 齐皇亲子 临风瞳孔之中 闪过一道寒芒 看来他杀错人了 斩了齐天旭 也许还没让齐皇伤筋动骨 若是杀了那齐千任 他的亲子 足够让齐皇发疯吧 不过那齐千任 不是省油的灯 尊武六重巅峰 踏入过神殿里面 非常厉害 而且他 还是齐皇亲子 血脉和武魂 肯定比普通的齐家子弟 厉害很多 齐天旭在他面前 根本什么都不算 齐千行和齐千任 竟然都是齐皇亲子 临风目光望向牧尘 大师兄似乎知道不少秘星 此事应该颇为隐秘才对 若杀了齐千任 齐皇会不会发疯 对我们动手 有人问了一声 不会 刚才就梦晴 的确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 这众皇之约 还是非常有约束力的 即便齐皇亲子被战 他也不敢做什么 否则其他武皇不会做事不管 任由他胡作非为 牧尘非常肯定地说道 不过你们始终记住 自身实力强大 才是唯一的目的 自身实力不强 处处受制于人 需要失尊护主 而若有朝一日 你们踏足武皇 八皇之大 谁能动你们 所以要谨记 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 无论是众皇之约 还是其他战斗 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 武道 牧尘提醒众人 天台众人沉默着点头 武道 齐家敢如此嚣张 不正是仗着他 齐家强盛吗 有朝一日 他天台若是出现中卫皇 又有三位武皇 甚至四位武皇 那时候 齐家在天台面前 就是渣 局势便要完全反过来了 人群的目光 再度投向战台 此刻战台上有十六人 意味着 已经有八股势力 没有人了 这十六股势力剩余的人也不多 很快这一轮战斗将结束 此刻天台的人 完全是以观望的姿态 目睹着这一轮战斗的落寞 一千多人 淘汰了一半 十大妖孽中 还是出了几个人物的 牧尘看着战斗结束 低语了一声 空明表现出的战力 已经是尊主级别 而且游刃有余 他还隐藏了实力 可以做到更强 还有金翅大鹏 问天歌 司空小 腹黑 都不错 林峰听到牧尘的话 暗暗点头 大师兄的眼睛很毒辣 金翅大鹏是神鸟 天赋所致 当然厉害 而空明 他踏入过佛神殿第八层 问天歌和司空小 也入了神殿第七层 不知道他们后面 有没有进入第八层里面 腹黑 腹黑 低调 喜欢坑人 不过 不知道有几人能够与上一代的几位 十大妖孽抗衡 牧尘补充了一声 让天台许多人 心中咯噔一下 上一代的十大妖孽 除了几人落寞 几人死亡 依旧还剩下几人 都在参加仲皇之约的人群里面 天台不正有吗 后面的碰撞 将会更激烈 越淘汰到后面 剩下的人越强 本章完 第1395章 点将战 残酷规则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仲皇之约 从来没有固定的规则 规则由人定 只需要仲皇大多同意便可 此次制定规则的 为齐皇 第二轮结束 齐皇看到 还剩下七八百人的强大阵容 眸子渐渐的丰锐 如今这第二轮过后 许多势力 都是站出了火气 他齐家 司空家 天龙神宝 与天台 问家 天魔殿 这六方对立势力 便是如此 心风血雨 既然诸皇弟子越战越勇 而且似乎都不进行 那么 我们便来点更刺激的 如何 齐皇目光环视众人 眼眸锐利 众皇从齐皇的眼神中 便能够感受到 此刻齐皇的锋芒 似乎 齐皇 是想要露出属于他的真容 齐家真容 直接说规则吧 问皇冷漠地说了一声 若是说谁最痛恨齐皇 非问家武皇和羽皇莫属了 从雪月归来时 齐皇和司空武皇 联手绞杀问皇 此事岂能作罢 他一直记在心里 因此 当羽皇提出联手之时 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因为他也需要借助天台力量 典将战 齐皇扫视众人 冷冷说道 到了这一轮的人 低阶尊者很少 但即便是低阶尊者 也是有极其强大战力的 比如天台目风 所以 我们中的低阶尊者 和中阶尊者 其实可以划分为一类人物 诸位不反对吧 哼 凌峰心中冷笑 这齐皇竟用自己来比喻 的确 就他而言 显然低阶二字 根本完全与他的战斗无关 和中阶尊者没什么区别 众皇沉默 但也等于是默认了齐皇的话 不知道他所谓的点将战 是什么规则的战斗 但高阶尊者不同 高阶尊者跨入了另外一个层次 尊武八重和尊武九重的尊主 他们对上低阶尊者 或者尊武四重 五重的人 优势太大了 将他们划分在一起 本就不妥当 因此 这众皇之约第三轮和第一轮一样 将所有人划分为俩大级别 低阶尊者和中阶尊者一类 尊主一类 分开战 诸皇无意见吧 齐皇对着众人问道 对于这点 诸皇自然都是同意的 每一股势力的武皇 都有爱护的弟子 是中阶尊武修为 他们哪里舍得让他们去和尊主级别的人战 齐皇自己也不敢 所有才会定着规则 否则他的亲子 面对别人太强大的尊主 一样被杀死 接下来 我说说点将规则 一对一战 尊主只能点将尊主 其余人随意 点将点到你战 你就必须要战 不得直接弃权 一定要踏上战台来 死亡 或者落地为败 所有人都一样 都拥有一次点将机会 一战淘汰一人 直到淘汰到最后两百人这一轮结束 诸位以为如何 齐皇声音中 依旧锐气外放 字字透着一抹强势之风 点将 点到你战 你就必须战 连弃权都不行 一定要上战台 怎么感觉 这规则是想要沐风的命 不少人心中生出一想法来 沐风在第二轮 算是彻底激怒了齐皇 齐皇没有将尊主和其他人划分道一类 已经算是收敛了些 因为他也怕 若是侯清凌点将点齐千任怎么办 所以他将尊主人物划分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去 而中阶尊者和低阶尊者中 齐家 天龙神宝 司空家 这么多的强者 不怕杀不死一个沐风 轮战都要玩死他 点将点到沐风战 他就必须要战 而他沐风 却只有一次点将的机会 只能选择一个人 况且 天台的人数 本就占据弱势 这点将 人数多的势力 要占优势 哼 林峰冷笑 这齐皇 是想玩死他吗 点将吧 多少人点我 都接着 林峰眸子中闪过寒芒 隔绝掉了尊主 他会畏惧点将吗 他知道 齐家 司空家 和天龙神宝 都有非常厉害的中阶尊者 那天龙神宝的九个王牌人物中 中阶尊者占六人 各个势力强盛 在第一轮和孟琴战斗的那人 只能算是排在后面的 点将战没有问题 问题是 顺序如何 要怎么点 问皇再次开口问道 他不反对点将 显然 他对问家之人年轻一辈的实力 也同样自信 就问天歌与问奥雪二人 便非常厉害 都是尊主战力 还有另外不少中阶尊武强者 一个个都是尊主战力 岂会怕点将战 这时候的问皇 便希望林峰强大一些才好 虽说谁都可以点将林峰 但只要林峰足够强大 谁都可以杀 将点他的人全部灭掉 这样一来的话 他问家的压力 就会轻松多了 游刃有余 现在 是三股势力 对三股势力 六大武皇势力的博弈 既然我齐家为东道主 便抛砖引玉 随即 以东南西北四方位轮转 依次点将 当然 每一轮一个势力 只许出战一人 轮完一轮 再出第二人点将 齐皇平静说道 东南西北四方位轮转 他齐家最先 北荒天台所在的方位 在北 排在最后 抛砖引玉 说的倒是好听 不过一轮每一个势力 只能出一人 然后下一势力 这样一来 便不会出现同一势力 不断出人车轮战 其他人的情况 谁先谁后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天台似乎要吃亏些 最后一个点将势力 就怕有些人连点将的机会都没有 就要被斩杀 这齐皇的规则 隐隐让天台最吃亏 不过 齐家站在东方位置 天台最好在最北方位 齐皇这样说 倒也找不到漏洞 很不错的规则 司空武皇与齐皇同心 自然不会有意见 随即众皇陆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多都是同意的 这一轮的战斗 会比上一轮更残酷 点将战 逃都逃不掉 要针对你的话 就点将 斩杀你 同意 羽皇依旧很平静 点将战吧 天台的人不是温室中的午休 他们都经历过各种残酷杀法 在残酷的游戏规则 对所有人而言 都是公平的 不经历这种残酷 便无法有最后的辉煌 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和石皇室 如何从尸骨中爬出来 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羽皇都没有意见 这第三轮的规则 便意味着定下 点将战 直到只剩下最后200人 才算战斗结束 这将是一场非常持久的战斗 一战淘汰一人 如今这七八百人 要经历三四百战 才能淘汰一半人数 再经历近200战 才能再淘汰一半 到200的人数 这意味着 一共有五六百场战斗要进行 而每个人 差不多只有两次点将的机会 既然朱皇都同意的话 那便由我齐家开始吧 第一站 齐霄 你去吧 齐皇对着身后的一人说道 那人微微点头 脚步一跨 踏上了战台 让众人目光顿时一宁 第一站 齐皇选择出战的人 是一名强大的尊主人物 尊武八重境界 之前人群关注过他的战斗 虚空步伐 已经到了一种极其强盛的地步 实力非常可怕 没想到 齐皇选择的第一人 就是这样一个强者 看看他要针对谁 众人心中暗道 只见齐霄的目光 瞬间落在了天台人群所在方向 手指指向天台 一位尊主人物 冷冷道 出来 受死 天台那尊主面色难看 他的修为是尊武七重 擅长精致奥义和土致奥义 主攻 攻击力非常强盛 但他知道 面对那齐家的人 在擅长的领域 他就占据了弱势 对方的虚空步出神入化 而他主攻 攻击不到对方 还如何战 况且 他知道自己实力和对方也有些差距 但即便不敌 依旧要站 脚步一踏 那天台尊主走上了站台 吃 吃 在他踏上站台刹那 战斗默认开始 虚空中陡然间出现了一股恐怖空间风暴 随即那人的身体 好似化作了一道道影子 四处都是奇霄的身影 将虚空封锁 杀出去 下站台 他的眸子中 闪过一道锐丽之色 只是请客之间 他竟然被空间风暴笼罩 脱 怒吼一声 金得风锐 土得厚重 他的身上仿佛披上了金色与土黄色的铠甲 幻化出一恐怖无比的滔天大斧 要披来虚空 哗啦啦 恐怖的空间图卷 在他上空出现 无数虚空丝线 从上空垂落 千丝万缕 将他的身体牢牢地束缚在那 虚空风暴 绝对碾压 齐霄 冰冷喝道 虚空暴乱 绞杀着金之奥义 土之奥义的力量 割裂着天台强者的身体 完了 天台的人群神色僵硬 非常难看 这齐霄算是齐家最强的几人中的一位了 武皇血脉最强 虚空风暴 同时绽放 天台尊主 只有被碾压的份 无法抵抗对方的力量 好 滔天的怒笑之声滚滚传出血脉武魂一起释放 但是没有用 双方实力还是有差距的 那齐家之人的战力是尊九级别的 很可怕 那天台尊主已经足够强 才能在第一轮杀出重围 取得百胜战绩 但这一轮 依旧被撕裂 死在了对方的手上 齐家 在点将第一战 就给了天台一个下满位 呼 天台的人吐出口气 残酷 这就是武道的残酷 弱肉强食 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师兄弟 死在自己面前 如若他们实力弱 也可能是这种结局 林峰眼眸漆黑如墨 冰冷无边 但气息平静 他已经渐渐适应了这残酷的法则 他要做的 是杀更多的齐家之人 报仇 本章完 第1396章 绝望的七太子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齐消杀天台尊主之后 目光遥望天台方向 牟子中 好似有恐怖的杀伐之气冲出去 让天台的人 都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杀伐之意 随即 他的身体才腾空而起 回归齐天风上 如今双方势力 无须言语 不死不休 用实力说话 齐家过后 轮到司空家族 这一次 司空家族同样踏出了一位尊武八重的人 点将 手指 直接指向天台方向 腰战天台又一名尊主人物 天台一共才四位尊主 三位尊武七重 一位尊武八重 齐家 司空家 是准备先将天台的尊主都铲除掉 以免天台对付他们的尊主 天台 要遭殃了 齐皇和司空武皇 应该已经商量好了 先全部 将力量集中对付天台 在众皇之约上将 这一势力抹除 众人心如明镜 齐家和司空家如此默契 如若说齐皇和司空武皇 没有商量好 都无人相信 天台的人 此刻自然也明白 齐家和司空家的打算 在那尊主踏出之后 牧尘对着人群说道 此次众皇之约 恐怕我们天台能走到最后的人不多 你们千万记住保住自己 百年之后还有机会 而且 用不了百年 天台 会崛起的 众人神色颇为沉重 他们明白牧尘的话 三股势力一起率先针对天台 想要走到最后 太难了 你要在尊主境界 或者在尊主之下境界 能压得住对方三股势力的人 才有机会 果然 这一战依旧没有出现意外 天台的第二位尊主 虽没有战死 但淘汰是必然的 司空家的尊主是八重境界 天台尊主是七重境界 实力有些差距 天台最优秀的人 大多都在中阶尊武这一境界 之后 问家 问奥雪出战 他腰战的对象是齐家一位中阶尊武之人 而且是颇为厉害的一位强者 问奥雪修为竟然到了尊武三重巅峰 杀生奥义 杀伐领域之下 杀伐之气极强 他和问天歌一样 修杀生奥义 速度奥义 空间奥义 而且在空间奥义上 不惧齐家的虚空手段 将对方破下了通天战台 轰至地上 淘汰对手 接着 是其他各势力之间的博弈 倒是没有掺和到齐家等六股势力的争斗中来 他们也懒得参与进来 现在这种情况 对他们而言很好 不过 到不死天宫出战的时候 他选择的人 也是齐家之人 对方似乎忘记了君墨西的体制 乃是不死冥王体 竟然敢进身和君墨西战 结果君墨西让他撕裂自己身体 而在同时 君墨西的名神之手 轰爆了对方的脑袋 不死之体 让他伤势飞速的复苏 不死之体 比掌控了生命奥义还强 济问奥雪 君墨西之后 天魔殿消雨出战 腰战齐家的人 而且非常强势地斩杀掉了一个 齐家的中阶尊武之人 齐家 中阶尊武的人群 死俩人 商议人 一共三人被淘汰 比天台还惨 这让许多势力 都露出了有趣的神色 而齐家的人 则是脸色难看 是人都能够看出来 在他们决定将全部力量 集中针对天台的时候 天台 也决定将所有力量 针对齐家 天台是天台 问家 以及天魔殿 这股同盟中最惨的 被三股势力围剿 问家和天魔殿 当然不会拒绝天台的要求 率先一起围剿齐家 而且 是围剿齐家的中阶尊武之人 毕竟 天台只剩下了两个尊主 也不怕你挑战了 你杀我尊主 我灭你中阶尊者 之后 六欲先公的人出战之时 是圣女一人类出战 而他选择的对手 齐家 中阶尊者 战斗结局 抹杀 花果山 原非出战 原非抡着根大棒子 指着齐家的人叫嚣道 一群王八高子 无敌尊主 破杀我天武修为的兄弟 真有脸 现在又动我兄弟妻子 不杀几个人 对不起临风 战斗结局 原非手中的通天大棒 轰得一个齐家中皆尊武 鲜血狂兔 在最后的关头 用虚空布逃掉了 降落在了地面之上 当轮到天龙神堡出战的时候 齐家 已经是三个死亡 两人受伤 共五人淘汰 这种结局 是齐家根本未曾想到过的 这样下去 他齐家 岂不是要在天台之前被灭干净 我去斩他 此时 天龙七太子踏上前一步 妖气强盛 他口中的他 当然是指临风 还是我去吧 把握更大一些 天龙五太子开口说道 身上妖气澎湃 极为强盛 慕风虽然嚣张无比 但实力无庸置疑 很强 杀戮魔拳狂霸无比 而且 刚才他斩杀齐天婿的时候 魔气冲销 还要可怕的空间力量 七太子 也许对付不了那魔修 他这天龙五太子 修为尊武六重 比凌风境界高很多 而且血脉强盛 拥有两种奥义力量 都是七重奥义 再加上龙魂 即便是尊武七重的尊主 他都能杀死 对付凌风 才能有绝对把握 至于天龙四太子 那便更强了 杀尊武七重都轻而易举 杀着魔修 还不需要四太子出手 我去杀他 天龙七太子脚步一踏 已经出了天龙神宝的阵营 踏上通天站台 让天龙神宝众强者神色一致 这家伙 老七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刚才那句话 无疑激怒了他 以他的要强 岂会承认 不如那魔修目风 况且 在第一轮战斗的时候 老七就和那魔修有过言语争锋 如今更想斩那魔修来证明自己 天龙四太子平静说道 五太子苦笑 他感觉目风没有那么简单 父皇 你如何看 天龙四太子 目光看向天龙皇 低声问道 天龙皇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若目风只是从刚才表现出来的战力 最多与小七实力相当 但是 这目风的实力不止于此 小七应该会败 不过 败 也是对他的一种锤炼 自保总没有问题的 况且 他能够让我们看看那目风真正的战力如何 天龙皇平静说道 目风的实力 他看在眼里 从他到如今表现出来的战力而言 对阵尊主战力以下的人能够有绝对的碾压力量 而林风的最强战绩 是击败过一位三十多圣的尊武七重尊主 如果换作天龙七太子 一样能够做到这点 但是 这目风的实力 很可能不止于此 他的这第七子 性子需要磨练一下 所以他没有阻止天龙七太子上战台 让他败给目风也好 他的人生还很长 天龙七太子 踏上战台之时 目光直接锁定在天台方向 凝视林风怒喝道 目风 我来斩你 林风早已等待 终于有人挑战他了 此人是他们观察到天龙神宝九人之一 曾经想要杀孟晴 尊主级别的战斗力 非常强 若是以他之前表现出的战力来看 的确难耐对方 哄 一步踏出 仿佛狂云怒笑 据天地之事笼罩身躯 仿佛贯穿到他的身体当中 林风浑身漆黑 魔气疯狂 只是纯粹的气息 能够碾压尊武四重的人 直追尊武五重 猴 一声声怒笑滚滚 在天龙七太子的周身 仿佛有阵阵龙银 长笑不止 甚至人群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头头虚幻的妖龙影子 在盘旋在天龙七太子的身上 充斥着一股可怕的龙之意 仿佛他乃是真龙般 天龙神宝 九大王牌 两位中阶尊武 三位尊主 都非常强 人群看到天龙七太子 心中暗道 每一股势力 都有自己的王牌力量 天龙神宝的王牌 便是那九人 经过了前面的战斗 所有人都能够看出来 林风之所以能够让人震撼 是因为他的修为低 太低 几乎是所有能占尊主的人中 修为最低的人 才区区尊武二重巅峰 所以显得格外的震撼人心 但各大势力的王牌力量 还是能够抗衡林风的 因此 齐皇才会制定这种规则 这出现的天龙七太子 是天龙神宝中阶尊武第四强的人了 不过 他战目风 恐怕依旧会摆 这一战 应该会非常精彩 也许可以看到 穆峰的巅峰战力有多么强 这被称为诅咒者的魔修 以前极少露面 但一出现 就在众皇之约 闹出如此大的风波 很神秘 人群心中想着 穆峰裹挟着滔天大势 踏向了天龙七太子 而天龙七太子的周身 龙气冲天 一头妖龙扶摇而上 卷着他的身体 而同时 他的浑身 覆盖着风锐无边的龙鳞铠甲 惊心动魄 充斥着无边的力量感 死 吼 吼 陡然间 那缓慢踏步的临风速度 陡然间击射而出 让天龙七太子 瞳孔猛地一颤 一股滔天魔咒之力 震撼心头 仿佛他要死 同时 一股死亡之气 降临他的身上 剥夺他的生命之力 但真正更加可怕的是 那双眼瞳 仿佛在一瞬间 爆发出滔天的魔王意志 他看到了一尊尊魔尊 魔将 魔王 轰击着他的脑袋 而且 还隐隐有一股 九幽之意 贯穿他的身体 魔道入侵 这一刹那 冲入他的体内的力量有 魔咒之术 死亡咒术 魔眼 血恐怖魔之意志 九幽魔曲 伴随着凌风那一声爆喝 在一瞬间爆发 这一刻 天龙七太子 有种真正要死亡的感觉 唯有面对凌风的他 才能够真正 切切地感觉到 这每一种的力量 其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面色死灰 天龙七太子知道 他低估了凌风 所有人都 依旧低估了他 这在一瞬间爆发的 滔天魔道浪潮 要让人绝望 不给人还手的机会 凌风的杀戮魔拳到了 这一刻 不再是纯粹的杀戮魔拳 融入滔天大势 融入不朽傲义 虚空中连续几十次颤动 仿佛有几十拳 随大势波动一起轰开 化作破天魔拳 哄 天龙皇身上 陡然间释放出一股可怕之气 眸子中 好似蕴含一股滔天妖气 他虽没有直面凌风 但他仿佛感觉到了 小七此刻的绝望 那是一种濒临死亡的绝望 本章完 第1397章 腹黑 腹黑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杀 一声怒笑 仿佛让那股绝望更加的绵长 人群只见 临风轰出的几十道杀戮魔拳 汇聚成魔道天河 好似要贯穿整片天地虚空 吼 吼吼 天龙七太子 绝望的发出嘶吼之声 脑袋剧烈颤动 龙拳破空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然而那杀戮魔拳 直接穿透了他的手臂 轰得炸裂开来 随即轰隆一声巨响 杀戮魔拳 轰在天龙七太子脑袋上 七太子的脑袋 直接炸裂而亡 死无全尸 滚回去 临风一脚踢出 天龙七太子的尸体 朝着天龙神堡的方向 飞了过去 如同箭矢般 发出锐利的笑声 一拳杀死 人群震撼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波澜起伏 尤其是齐家 天龙神堡 以及司空家的人 他们只感觉心头 微有些堵 这木风果然还隐藏着实力 刚才那一刻 他实力绽放之时 即便相隔很远 都能够感受到 那股令人绝望的 魔道压迫之力 天龙七太子 气息血脉强盛 战力无庸置疑 是尊主级别的 因此才赶上战台 妖战凌风 但是 只是一拳被强势轰杀掉了 甚至 天龙七太子 根本没有来得及 释放自己的强悍战力 就被杀死 没有机会 木风那魔修一上战台 便是绝对碾压 必杀一拳 天龙七太子 死得不冤 木风 很强 这是他全部的战力吗 没有人知道 木风真正的绝对力量有多强 就算是那些十大妖孽中的一些人物 都戎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很难看透 更黄论着突然出现 突然崛起的魔修 这不禁让许多人又想起了林峰 曾经的林峰也和木风一样 本默默无闻 但却仿佛突然间冒出来 明镇巴黄 然而如今的木风比昔日的林峰 更飞扬跋扈 当着武皇的面干 杀武皇的子嗣 当天龙神宝的人看到天龙七太子 成为一具无头尸身 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脸色要多难看 便有多难看 就连天龙皇一直平静的面容上 也露出了真正的愤怒 周身的虚空 都好似波动了起来 小七 是我对不住你 天龙皇看着那躺着的尸体 心中叹息 小七并非他亲子 而是他的义子 因此 小七非常要强 不想比他几位亲生子四弟一筹 也很努力 所以他刚才踏了出去 要战胜慕风 斩杀慕风证明自己 他本以为小七即便战败 也有能力自保 但却没想到 败得如此彻底 被直接轰杀致死 只有一拳 父皇 我一定会斩杀他 天龙五太子 双拳发出咔嚓的声响 天龙神宝九位太子 在本身这一境界上 都属于绝对的精英人物 全部能够越级战斗 而且平日里在外一起闯荡 游历 或者一起切磋 战斗 也相互攀比 竞争 九人归来之时 意气风发 要在众皇之约 露出自己的锋芒 然而没想到这么快 七太子被人斩杀 下一轮他不死 我会斩他 天龙四太子 毛子冰凉 在尊主以下的境界 四太子是最强的存在 天武六重巅峰 修为本就距离尊主 只有一步之遥 而他 杀过尊武八重的强者 他的绝对战力 超越尊武七重的尊主 在九幽十二国无尽将于历练之时 尊武七重的尊主 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普通的尊武八重 一样杀死 再说 天龙皇毛子寒冷无比 此时的凌峰 已经离开了战台 回到了天台 脸上 没有任何的情感 天龙神堡后面 还有不少势力 当轮到火焰山的时候 富黑走上了战台 看着这浑身漆黑的人物 众人有种忍俊不惊的感觉 似乎有些想笑 很难想象 这其貌不扬的家伙 竟会是十大妖孽中的人物之一 而且 预言者给他的预言非常不错 八十年内必成黄 八十年内 可能是三十年 也可能是十年 只要富黑的天赋不倒退 最多八十年能成黄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光了 只见富黑这家伙黑着脸 弩着嘴 随即手指指了指齐家的方向 对着一中皆尊武强者道 你 救你 不要看别人 出来吧 齐家一位强者最终发现 富黑的手指指的人是他 不由得露出了一股怒死 他和富黑貌似无冤无仇吧 甚至可以说 根本不认得 富黑找他干什么 当他好欺负吗 如今 齐家天台等六大势力 卷成了一个争斗漩涡 任何势力都不愿被卷入进来 这火焰山的富黑 竟然腰占他 齐家的人 也一个个目光盯着富黑 神色丰锐 这家伙 为何也选择他齐家 看什么看 不知道什么叫玉树临风吗 富黑看到齐家的人都盯着他 顿时黑着脸喝道 听到富黑无耻的话音 齐家的人脸色也都黑了下来 其他势力的人眼睛也闪了闪 这是什么情况 火焰山什么时候和天台有交情吗 富黑 得罪齐家 你不会有好下场 齐家的强者将来站台之上 冷冷说道 你是齐家人 富黑愣了下 对着那齐家 强者问道 呃 那人 嘴角微微抽搐 这乃是点将战 人是他富黑点的 现在问他是齐家人 你什么意思 那人冷漠地说道 只见富黑的脚步朝着他走近 黑色的脸显得格外的苦 似乎很郁闷盘 要不你问问齐皇 能不能霸占 富黑弱弱地说了一声 让那人神色一僵 随即回过头 朝着齐天风的方向望去 小心 齐天风上 一道冷鹤之声滚滚而来 那齐家强者陡然间浑身一紧 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突然降临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的虚空步伐踏出 想要避开 哄 一股狂暴无比的火焰 陡然间从他的体内释放 那魔火仿佛早已经酝酿而生 在这一刻突然间爆炸 他的身体瞬间焚烧了起来 不 那人怒吼 疯狂地咆哮 浑身瞬间被一股可怕的黑色火焰包裹 当他看向富黑的神色 只见富黑已经到了很远 对着他露出了无辜的神色 站台上 我们是生死敌人 我的话你也信 富黑颇有些同情地说道 那人发出几声嘶吼 终于在黑色的火焰中渐渐地消失 比天龙七太子死得冤多了 富黑 富黑 众人额头微微抹汗 这家伙 果然够黑 难怪他皮肤也那么黑 就连火焰都仿佛变成黑色的了 不过刚才富黑的速度 那是速度傲义 好快 以前竟不知道 天火体富黑 还掌控了速度傲义 不过他们貌似 似乎对付黑没什么记忆 因为 这家伙实在太低调了 低调到你不注意 竟然会发现不了他的存在 第六个了 许多势力的人 将目光投向齐家 只见齐家的人 脸色也和腹黑一样黑了 这是他们齐家第六个被淘汰的人 第四个死亡之人 这第一圈的战斗 都还没有结束 竟然被淘汰了六人 不得不说 这种战警 让齐家的人想死 要知道 很多势力可是一个人都没有损失 这才仅仅是第一圈的战斗而已 第一圈 黑色的火焰 林峰眉头微挑 若有所思 那是魔火的气息 接下来的几轮战斗 依旧很激烈 不过没有招惹齐家天台等六大势力 直到天台出战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天台方向 不知道天台会让谁出战 齐家三股势力围剿天台 天台被淘汰了两位尊主人物 一死一伤 而一轮下去 齐家四死两伤 天龙神保死了一个王牌战力 可以说 这一轮 天台三股势力的同盟 占据了巨大优势 而且 这最后一战 天台还有机会杀一人 陈海 你去挑选一个旗鼓相当的人战 最好比你强大一些 尽力去战 败了不可耻 牧尘对着天台一位门徒说道 陈海愣了下 随即微微点头 他明白大师兄的意思 在众皇之约的舞台上 最后战一场吧 挑选比他强大一些的 这样 他不必死 也可以在这一战中 得到一些好处 大师兄 这是在保护他 先让有可能会被斩杀的人 被淘汰掉 留下精英强者 去对抗那三股势力的围剿 总之 每一人都有机会出战的 真正的精英强者 不必急着出去战 都会有杀人的机会 或许你不去杀 也有人会点将 点到你身上 比如凌峰 当众人看到天台 一个并不算出众的人物 踏上战台的时候 瞬间明白了天台的意思 这是天台的战术 因为齐皇同盟势力 在针对他们天台 为了避免损失弱一些的人被杀 天台先让他们离开战台 不给齐家同盟机会 留下精英和他们拼杀 或者任由他们来点将 这一战 陈海按照牧尘的吩咐 点将一名比他烧强的人战斗 疯狂大战了一场之后 两败俱伤 他退下了战台 心中却没有太多遗憾 牧尘不这样做 他的结局 有可能是被人猎杀 哼 齐家等人目光中闪过寒芒 天台 还剩下二十人没有被淘汰 两位尊主 十八位尊主之下 本章完 第1398章 般若 离恨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禁无痕 这一次 又轮到齐家了 齐皇眼眸闪烁 木峰的修为深不可测 很神秘 一个武修没有将自己全部的力量释放 即便他是武皇 一样看不透 所以 即便齐千任的实力很强 但因为看不透木峰 他依旧会有顾忌 他的众多子嗣当中 有机会成皇的不多 齐千杭是一个 如今是无敌尊主 只差一步可成皇 齐千任也是其中一个 最小的儿子 但天赋一点不差 甚至追赶上了他的一些兄长 还有齐千任 站在齐千杭的身后 不喜多言 修为尊武八重 战力恐怖 这一战 齐皇有些犹豫 是齐千任去对付天台的尊主 还是让齐千任出手 若是让齐千任出手 是对木峰下手吗 天台如今只剩下两位尊主了 一个尊武八重强者 另一人是尊武七重的侯清灵 都不是容易对付的 我去杀一人回来 齐千任淡淡地说了一声 脚步踏上了通天站台 随即手指指向天台的一位 中阶尊武之人 没有点将凌峰 凌峰眸子一寒 齐千任乃是齐皇亲子 齐千杭的亲弟 实力之强毋庸置疑 本就尊武六重的他 恐怕有尊武八重的战力 而他所点将之人 并不算太强大 恐怕难逃恶难了 而且齐千任站出来点将 在整个一轮的点将战斗中 他将没有点将的机会 他似乎是在等凌峰点将他 事实也如同众人所猜想的一样 天台的中阶尊武 被齐千任斩杀掉了 天台还剩下十九人 随后 司空家族一位强者出战 也斩了天台一位中阶尊武强者 天台剩下十八人 不过齐家的笔制天台 好不到哪里去 轮到温家天魔殿出战的时候 分别以强斩弱 斩杀或驱逐两位 齐家中阶尊武 接着 不死天公又灭了齐家一人 不过花果山倒是没有在针对齐家 毕竟 花果山还要和妖皇殿对抗 但上一轮 加上如今的这一位玩的一轮 齐家 已经有九位中阶尊武被淘汰掉了 剩下的人同样不多 只有二十人了 尊主级别的六人 中阶尊武十四人 比天台还要少 看这情形 齐家会比天台更惨 轮到天龙神堡的时候 天龙皇 没有允许剩余的天龙九太子中的人去杀木蜂 而是让天龙九太子出手 对付秋月星 不过秋月星虽然不敌 但至少全身而退 降落在了通天站台下方 被淘汰掉 天台剩下十七人 火焰山没有再出现另一个腹黑 天台却又一次送了一个人淘汰 只剩下十六人 越来越少 第二圈轮战结束 而且 接下来的一轮和这一轮局势 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齐家 温家 天魔殿 不死天公 一起针对齐家 而齐家 司空家 天龙神堡 一起针对天台 再加上天台自己送掉的一人 第三轮战圈过后 齐家剩下了十七人 天台剩下了十二人 当第四轮开战的时候 齐家在看天台的方向 却是目光微微一将 天台 剩下了最后十二人 除了那尊武八重的强者 以及一位尊武六重的中阶尊武 以及目封外 剩下的九人 都是羽皇的清传弟子 他们之前的战斗虽然不出彩 但却都给人捉摸不透的感觉 在天台送自己人淘汰的时候 许多人还有些不以为然 但此刻当他们看到天台的阵容 却都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压抑之气 尤其是那十二道目光 一齐射向齐家之人 那一双双瞳孔当中 浸透着一股求战之意 如今 无论是谁挑战天台 他们都将有底气了 齐瑶 你去试探一番 那尊武六重之人的实力如何 此时 那齐家尊主齐霄 对着一齐家之人开口说道 这齐瑶乃是他的弟弟 修为也是尊武六重 齐瑶将目光看向了齐千行 只见齐千行微微点头 道 去吧 齐瑶脚步踏出 走上了站台 腰占那天台尊武六重之人 璀璨的金黄色丝线 缭绕在齐瑶的深周 只见他的脚步一踏 朝着对方走去 却见 此刻那天台强者 陡然间张开大嘴 怒笑一声 吼 吼 吼吼吼 一股股恐怖的滔天金色光幕 突然间在虚空中绽放 璀璨夺目 整片虚空 好似 都被金色的光芒点亮来 这金芒 乃是佛光 只见在那天台强者身后 好似出现了一可怕无边的佛道尊身 脚踏失身 左手持青莲 右手持剑 斩尽世间诸般罪恶 吼吼吼 那冲向天台强者的奇瑶 脸色瞬间煞白 仿佛一股斩醉之念 在他心头升起 脑袋陷入无尽罪孽中 好似要被这一声大吼所超动 吼咔 一柄斩醉之剑 劈在了他的脑袋上 瞬间将他斩杀掉 强势无比 罪过 那天台强者 此刻身上尽是佛光 好似一尊古佛般 和刚才的气质 有了彻底的变化 让无数人心生震撼之意 又一个可怕的强者 此人 他竟然是福道午休 和天台的苦行僧天赤和尚一样 只不过 此人以前从不显山露水 甚至众人都未曾见过 却没想到如此可怕 那是佛门灭罪骤炎 仿佛一吼 要洗尽诸般罪恶之念 天雷阴寺 都有许多福道强者动容 惊诧地看着那天台强者 这样的人物 应该在他天雷阴寺才对 进入了天台 齐瑶 齐霄面色难看 盯着战台上青帝的尸体 心中涌现自责之意 是他让齐瑶去试探的 结果这一试探 便是死亡 此刻 他那冰冷的沙发目光 朝着那天台强者望去 只见天台强者已经归位 站在羽黄身旁 羽黄目光朝着齐家方向投去 笛声说道 以前未曾和大家介绍 这是我和十皇第十二位清传弟子 法浩般若 是清传弟子 剩下的十二人 除了那尊武 八重的强者和牧风外 另外十人 都是十与二皇清传弟子 各个势力强大 只有牧尘这大师兄 没有在里面了 众多势力之人心中震撼 天台 被三大势力联手压制 淘汰了很多人 再加上 他们自己也送了几人 如今剩下的十二人 都是精英 其家 只剩下十六人 而且中阶尊武的数量 只有十人而已 和天台完全持平 轮到司空家族出手了 司空家族的人 此刻也不好过 这十二人 挑选谁站 最终 司空家走出了一尊 五五重巅峰境界强者 他踏上站台 目光看向天台方向 目风 波热 天吃 弱邪 都很强 不能选择 无用 莫晴天 也深不可测 只有四人供他选择了 你 出来 司空家的强者 最终的目光 落在了一尊五四重的人身上 这人身上 披着一件简单的长袍 看似非常安静 没有强盛的气息 也唯有出尘的气质 看起来很简单 猎天 杀 当天台强者踏足站台的刹那 司空家的强者踏步而出 杀了出去 恐怖的猎天拳 轰杀而出 好似虚空都要炸裂 发出轰隆怒笑 宛若巨兽张开獠牙 嗡 那天台的强者身体陡然间消失 出现在了上空方向 速度快若闪电 速度傲益 好快 纯粹的速度感 人群眼眸一惊 随即只见天台强者身体倒转 头朝下 脚朝上 五指同时指出 顿时虚空中出现了生死离别之意 天地悲笑 枯断肠 屈指法 人群神色一宁 这天台强者使用的力量 是一种指法 却仿佛将取融入其中 拥有各种强大的意境 宛若有悲弃之音 让人身临其境 被取鹰霍乱心神 杀 那司空家的强者怒吼一声 随即 他那双眼眸 渐渐变得妖异了起来 虽没有司空晓得 天眸那么强盛 但依旧仿佛要破开一切虚妄 悲笑之音滚滚 生死离别依旧 站台之上 仿佛奏响了一曲哀歌 人将亡 泪断肠 执法精妙 还蕴含恐怖的杀伤力 很快 整片虚空 化作悲笑之领域 虚空扭曲 那音律仿佛幻化成为实质 在空间中波动 不断渗透进入那司空家强者的身体当中 无法抵抗 血脉 五魂 意其释放 那司空家族的强者 想要破出去 但是他发现 他自己仿佛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患之力 观望的人群心如明镜 这不仅有音波奥义 还有患之奥义 融入音波之中 让人心神失守 与音波组合在一起 威力极强 司空家这次要猎杀失败了 众人心中暗道 那司空家的强者一味地抵挡 迟早要被抹杀掉 过了片刻 滚滚的悲笑之音律 全部渗透进入对方的身体当中 那司空家强者 仰天长笑一声 天地动荡 他的瞳孔中 蕴含无尽的悲泣之意 轰隆隆的炸裂声响传出 可怕至极 自爆了 那司空家的强者 让自己的身体爆裂 自杀 那简单平静的长袍青年 回到天台 羽皇又一次淡默的道 清传弟子 离恨 临风颇为惊讶 师尊的清传弟子 果然各个非凡 这是天台的王牌力量 而且 离恨的音律攻击 倒是和九幽魔曲属于同一类 不过九幽魔曲 乃是至强九趣之一 不仅能从声音中 还能从眼神中 意志当中 直接贯穿到 其他人的身体当中 本章完 第1399章 借五太子之事 小说 绝世五神 作者 靖无痕 羽皇 对他的清传弟子 很自信啊 人群听到羽皇当众宣布 般若与离恨之名 心中都有这种感觉 自信 羽皇对他弟子的自信 自始与二皇成皇之后 有几百年的时间空缺 他们没有招收门徒 传言只是收了九大清传弟子 又过了许多年 九大清传弟子 牧尘 侯清灵 以及天赤三人 开始在外界走动 他们修为并不高 刚出现在众人视线当中的时候 除了牧尘 已经是无敌尊主外 侯清灵和天赤 甚至才天武 这意味着 始与二皇对他们培养 是从他们很弱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另外六大清传弟子 是一直被血藏的 如今众人 才真正目睹羽皇的所有清传弟子 只有牧尘和侯清灵 踏足了尊主之境 其他人都还是尊者 意味着他们被羽皇收徒的时候 可能也都是年少时 除了几人是后面所收 而且 这清传弟子 似乎每一人都格外的鲜明 擅长不同的领域力量 就说 这般若和离恨 般若擅长佛门灭罪骤炎 为佛修 而离恨 则擅长阴波 幻之力 以及非常强大的悲弃之曲 仿佛是一曲离恨 夺人性命 现在的战斗越来越精彩 齐家 司空家 以及天龙神宝组合而成的同盟力量 显然无法如同之前那样 轻易猎杀淘汰天台的人了 天台 剩下的都是精英力量 清传弟子 即便不是清传弟子的牧封 和那尊五八重强者 也都实力可怕 许多人在心中暗道 齐家同盟势力绞杀天台的计划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而之后 温家和天魔殿 又分别出动了一位强者 斩了齐家两位中阶尊武 不过他们都显然是挑选能够斩杀的 将齐家的人渐渐地剪除掉 不死天公 也淘汰了齐家一人 齐家 转眼之间 只剩下了十三人 中阶尊者 只剩下了七人而已 只比尊主多一人 不过剩下的人 也趋近于都是精英人物了 强强对碰 在所难免了 另外 花果山 雷黄岛 莽牛山三股势力 拼得也很猛 一直在联手杀妖皇殿的各类妖棚 渐渐地 妖皇殿剩下的棚鸟越来越强 一个个妖气冲天 羽翼张开之时 速度快到骇人听闻 仙荒的几大势力 隐隐碰撞了起来 俩大美女势力 六玉仙宫 以及九驱仙境战斗激烈 而天雷鹰四 似乎看不惯人玉天堂 战斗激烈 而以他们的交锋来看 六玉仙宫与九驱仙境 四旗鼓相当 而天雷鹰四 则能够压制人玉天堂 炼狱 偶尔会挑衅问家 总之 所有势力都在碰撞 弱者 在渐渐被淘汰 当然 也有强强碰撞之时 不少颇为厉害的人 也很愿望被早早淘汰掉了 就如那想要猎杀凌峰的天龙七太子 实力算是 非常强悍的 但却被凌峰杀死 当又一轮即将降临天龙神堡之时 天龙神堡的人群 却微有些动摇 这一战 又该如何战 再去试探羽皇那没有出手过的三位清传弟子吗 他们之前的表现并不出众 就如同般若和离恨一样 但是 谁能知道 他们没有般若和离恨的强大战力 父皇 我去杀斩沐峰吧 天龙五太子神色冰凉 他一直想要斩凌峰 为老七报仇 我去斩 四太子锋芒毕露 他担心老五也会战败 不去斩他 我心难安 五太子眸子中透着寒芒 杀意外露 若是他还隐秘了实力呢 天龙皇目光看向五太子 五太子杀一个尊主 没有任何的问题 比七太子要强大不少 但是 灵峰现在还不知道深浅如何 万一他还隐秘了实力 岂不是小五也要陷入危险之境地 四太子去 才万无一失 即便他真隐秘了实力 也不可能能够在短瞬间斩掉我 我尊武六重境界 双击重奥义力量 难道会被顺斩不成 我若败 宁愿被淘汰 即便被杀 我也无话可说 天龙五太子冰冷说道 不杀木风 他心中会留下阴影 五道不能一往无前 还谈何在未来成就五皇之位 此话说完 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天龙五太子的脚步踏了出去 五弟 天龙四太子神色一宁 没想到五弟这么执着 非要自己杀木风 父皇 四太子目光看向天龙皇 只见天龙皇眼眸微微闭上 不封 不成皇 如若我阻止他战 比他战败更严重 会在他心中留下阴影 齐皇一直不让齐千任斩木风 因为齐家底蕴比我们更深 他们有双五皇 一位中卫皇 撑住整个家族 还有齐千杭这无敌尊主 所以 他要做的是 尽力不让后辈冒险 但我天龙神宝不一样 微父的资质 的确不如许多五皇 所以 你们九个 是天龙神宝全部的希望 你们要独自面对危险 压力 勇往直前 成就五皇之位 四太子听到天龙皇的话 神色一宁 随即对着天龙皇微微躬身 道 孩儿明白 天龙四太子清楚 天龙皇 他拥有危机感 很强烈的危机感 天龙神宝比不了齐家 齐家的底蕴很深 但天龙神宝不一样 看着天台潜力无穷 而且拥有双皇 天龙皇有迫在眉睫之感 若天台先崛起 便是他天龙神宝末日 五弟 看你的了 天龙四太子 目光看向站台 天龙五太子 已经踏在了站台之上 遥望天台方向 龙银阵阵 长笑不止 一头虚幻腰龙缭绕于空 仿佛要腾云而上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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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之音回荡于空 所有人都明白 他在叫谁出来 凌风神色平静 脚步踏出 滚滚大势再度汇聚 片刻之后 裹挟着恐怖魔道威势的他 站在了通天站台上空 俯瞰五太子 好 龙笑天穷 五太子你画妖龙 腾云而上 一股滔天威慑滚滚 轰向凌风 好似要阵列虚空 天龙五太子 双手幻化成为妖龙利爪 抓猎天穷 血光疯狂释放 那恐怖的血之傲义 要让人的体内的血液都爆裂掉 将凌风体内的血脉也引动了起来 哗啦啦的震撼声响滚滚 仿佛是汪洋在怒笑 血之傲义 金之傲义 众人看着那璀璨夺目的金色 和血色混杂的妖龙手掌 心中暗颤 天龙神宝的人 攻击力本就强盛 如今又附上血之傲义 和金之傲义 更是让攻击力变得强盛了许多 若是轰在肉身之上 五皇之下 都要抓得爆裂掉 唯有以攻对攻 龙徒藤 凌风目光盯着那抓猎天穷的利爪 血色与金色 隐隐汇聚成龙之图案 好似龙徒藤般 光芒夺目 隐隐形成了圣文攻击力量 强大的圣文攻击神通 很少人使用 因为许多人使用圣文杀伐神通 需要反应时间 无法和穷奇那家伙一样变态 而在真正的交锋之时 别人常常不会等你汇聚强大的圣文杀伐力量 只要在圣文方面有极高的造诣者 才能够做到 让圣文神通力量瞬间绽放 发出毁灭力量 这天龙武太子的攻击 似乎是融入了一种圣文攻击 龙芒要目 攻击力仿佛要破开天语 杀 杀 杀 凌风怒吓一声 音波滚滚 贯穿天龙武太子的身体 随即一道道恐怖的杀戮魔拳 疯狂轰杀而出 汇聚不朽之力于其中 破灭一切的全盲再现 虚空炸裂 毁灭之气化作恐怖风暴 天龙武太子的龙之力爪不断前行 杀戮魔拳也要破灭 碎裂 嗯 看到这一幕 人群眼眸一个个都露出锋芒 尤其是天龙神堡的强者 都紧紧地凝视着站台之上 杀 天龙武太子怒吼 勇猛无边 破灭一切 双掌轰在了凌风的杀戮魔拳之上 轰咔的爆裂声响传出 伴随着毁灭之力的蔓延 凌风的身体被轰得朝虚空而去 仿佛骨头都裂开掉了 去死 天龙武太子 见到凌风的力量 无法和他抗衡 不由地滚滚腾空 扶摇而上 追杀凌风 然而凌风并未闪避 从天穷上压迫而下 不朽之杀戮魔拳 汇聚大势之威 疯狂地和天龙武太子碰撞着 咔嚓的爆裂之声不停传出 汪洋的怒笑之音滚滚 凌风不断地轰飞出去 手臂都不知道 裂开了多少回 这是他的极限力量吗 魔王虚影在哪 人群心中暗道 这样下去的话 凌风 早晚要毁灭在天龙武太子的手中 两道身影不断地腾空 越来越高 站在山峰之上的人群 甚至要仰头 往上放望去 这一次 天龙武太子 再度疯狂地朝着凌风轰杀过去 还差一丝了 最后一步了 凌风漆黑的眸子中闪过滔天的沙发之意 到临界点了 他感觉到要突破了 杀 凌风怒吼一声 这次他的双拳和天龙武太子轰杀在一起的时候 他再也没有退避开来 任何那恐怖的力量冲击着他的身体 好 凌风仰天长笑一声 黑发飞扬 仿佛真正的魔王僵士 他的力量在疯狂地攀升 天地间无尽的力量滚滚汇聚 化作可怕的魔之风暴 哄 天龙皇的身体 陡然间站了起来 盯着虚空中的凌风 脸色难看至极 齐皇眼眸也是一僵 只感觉心中堵塞 面色难看 而羽皇的脸上 则露出淡淡的笑意 突破 沐风再借力突破 人群心头一颤 凌风一直被动承受那攻击 是在刺激自己 去破开那一层臂障 本章完 第1400章 十一弟子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此时 身处凌风下端的天龙武太子 感觉最深刻 感受到上空怒笑压迫而下的滔天魔艺 他的脸色便一阵铁青 难看至极 突破 凌风 竟然在借他这事突破 好 龙啸阵阵 血脉滚滚 一头妖龙 仿佛从他的身体中冲了出来 附于他的身上 顿时他整个人仿佛要化作完完全全的妖龙之躯 哗啦啦 凌风体内的血脉疯狂咆哮 那股血之傲义的力量 让他血脉不稳 仿佛要炸裂般 如若不是他血脉强盛 真的会被这股血之傲义引爆 身体都要被其腐蚀 杀 凌风双瞳之中 那股强大的魔道之意更甚 贯穿天龙武太子的眼眸 冲入他的身体当中 一曲九幽洞 在凌风的眼瞳之中 仿佛出现了一汪泉水 漆黑的九幽之泉 从天上哗啦啦地流下来 这让天龙武太子身上 滋生出魔道之气来 仿佛要臣服于这曲音之下 臣服于我 我舍你不死 一缕魔鹰 渗透进入到天龙武太子的体内 仿佛一股魔之咒语 让他心生臣服之念头 但他的瞳孔之中 依旧透着强烈的挣扎之意 但这一缕挣扎抵抗的意念 却仿佛要遭受到了 凌风瞳孔当中 可怕魔道意志的碾压 这一刻 天龙武太子 仿佛才真正体会到了 老七当时 面临的是 怎样一种绝境 他的瞳孔能够绽放滔天魔意 灌入九幽魔曲 他的声音 拥有魔咒之力 能够射人心魄 尤其是此刻 他修为再度突破 魔之意志更强盛 碾压一切 天龙绝灭 杀 天龙武太子的眼瞳之中 仿佛射出一头真正的妖龙 灭绝一切 杀向凌风 灭 灵风杀戮魔拳降临 轰在那一抹光芒之上 碾压成为粉碎 魔道之童死死地 黏着天龙武太子 让他无法摆脱掉 同时 死亡咒术的力量释放 死气侵蚀天龙武太子的身体 臣服 灵风又一次怒吼 滔天的魔之气息 全部汇聚在身上 随即杀戮魔拳在虚空连续阵战 不朽之力量 疯狂朝着下方的天龙武太子 轰杀而出 比刚才的攻击 又不知道强剩了多少 龙魂是 杀 恐怖的压迫之力 让天龙武太子疯狂了起来 那巨大的妖翼瞳孔之中 好似燃烧着火焰 似乎魂魄 都在疯狂燃烧 抵挡那被侵蚀的意志 被凌风控制的意念 不屈 杀气冲天 他天龙武太子 岂能臣服于人 嗡 滚滚的魔气 将俩人的身体 都覆盖到了里面 淹没虚空 让众人眼眸一颤 那股魔气 仿佛将他们身体 都彻底地埋葬掉了 众人眼眸一惊 盯着那将俩人身体 都淹没掉的恐怖翻滚魔气 沐风 他想要干什么 啊 一声凄惨的嚎叫之声 滚滚而出 震撼人心 让天龙神宝的人群 都跟着心脏 狠狠地跳动了下 面色都苍白了起来 小五 天龙皇风锐的毛子 好似穿透了虚空 望向那魔制气息 恐怖的虚空动荡 仿佛要将翻滚的魔气 都破开来 天龙皇 你在干什么 羽皇冷冷地喝了一声 一股强大的压迫之力 陡然间降临天龙皇身上 冷冷地道 违背众皇规则 众皇接斩 天龙皇脸色难看 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然而不需要他再干扰 皇霸翻滚的魔气 已经在散开 渐渐地消灭于无形之中 然而在那里面 只剩下凌峰的身体 天龙五太子 整个人消失不见了 似乎化为了虚无 毁尸灭迹 连尸体都毁灭掉了 什么都不剩下 他怎么杀死 天龙五太子的都不知道 五皇本能够轻易窥视 但是迫于众皇之约的规则 不能去干扰战台上的战斗 因此 刚才羽皇才会出手 阻止天龙皇 五帝 天龙四太子 以及几位兄长 暮光赤红 妖气临天 仿佛有龙孝滚滚而出 扑向战台 老七死了 被凌峰斩断了头颅踢了回来 而此时 老五也死了 死得连尸体都无法看到 被那魔修毁灭的尸骨无存 天龙皇目光盯着凌峰 杀意已经毫不掩饰 老七是他的义子 而天龙五太子 是他真正的子嗣 死了 在死前 他成为了那魔修突破工具 死后 尸骨都没有剩下 他很久没有这么痛恨一个人了 凌峰 显然做到了 让他天龙皇这么多年来第二次 如此想要杀一个人 上一次 是凌峰 只见站台之上 凌峰漆黑的瞳孔 朝着这边投来 目光直视天龙四太子 道 等你来杀我 一定会的 天龙四太子目光冰凉 那双眼眸仿佛都要将凌峰杀死 却见凌峰转身 身形一颤 归位天台 平静地站在人群之中 好似无视之人 没想到天龙神堡的强者 被目风介事突破 这样一来 想要杀目风更难了 如今 也许只有 齐千任和那天龙四太子有机会 众人在心中暗道 齐皇定下规则 是为了约束其他尊主 无法斩踏齐家中阶妖孽 却想要利用三大势力的妖孽 轮着杀死目风 但现在 目风约战越强 竟然在战斗的当中突破 这对齐家 司空家 以及天龙神宝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看看齐家同盟 怎么杀目风 其他势力之人 隐隐有些期待 战吧 死吧 战斗越惨烈 死得天才妖孽越多 对他们越有好处 他们此刻还在蓄力 留下势力中的精英强者 王牌之人 如今齐家天龙神宝 他们和天台拼得如此惨烈 他们坐收余力便行了 这点齐家和天台 他们心中都明白 但局面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齐虎难下 想要挽回都不可能 只有拼进手中的力量 齐皇 他太高傲了 自以为是 走错了齐 他联合司空家 以及天龙神宝猎杀天台 却没有想到 天台三股势力 却专门猎杀 他齐家的人 不死神功 原非 腹黑 竟也参与进来 而且 天台的顽强 也超乎他的预料 又一轮到达天台的时候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天台方向 如今这剩下的十二精英强者 天台打算让他们如何出战 该出手杀人了 弱邪 第一站 你去 齐家 还剩下七位中阶尊武 似乎有些不够杀 你随便杀一个吧 牧尘淡淡地说了一声 顿时让众人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 这牧尘的话 简直是在蔑视齐家 仿佛齐家剩下的七位中阶尊者 不够他们下饭了 随便怎么杀 想怎么玩怎么杀 天台中阶尊者十人 齐家七人 如若天台 每人都能杀一个 齐家的确不够杀 但是 齐家有那么弱吗 弱邪身体腾空 只向齐家一位尊武武重巅峰的强者 腰斩于他 这齐家之人 实力也算是非常强 拥有尊主战力 能够杀普通尊主了 但是和弱邪对战之时 瞬间便处于绝对的弱势 弱邪的岁月傲义 让他身体变得迟缓 血脉仿佛要干枯 动作要迟滞 人要老去 而弱邪自己 却擅长快慢傲义 荒之岁月 与快慢傲义相结合 相得一张 简直被利用得完美 让对方就好像是 陷入泥沼中战斗一样 而弱邪 自己却游刃有余 对方的实力 无法全部发挥 弱邪却越战越强 快剑快若闪电 招招致命 最终 慢之傲义降临对方身上 快之傲义赋于剑上 剑 刺入了对方的眉心 绞杀对方的脑袋 斩 齐家 还剩十二人 与天台完全一样 六位中阶尊武 六位尊主 这种局面 让齐家之人的感到一阵寒意 非常旺 天台的尊主级别人物 占据弱势 但此刻 他们是想要将齐家的中阶尊武 全部灭干净 让齐家断层 人群心中震撼 一个武皇势力 如若中间断层 那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局面 任何一股势力 中阶尊武 起着承上起下的作用 他们是每一个势力 下一代的主导者 又到了齐家出战 这一次 齐皇的亲子齐千韵出战 尊武八重的他 对战天台那尊武八重强者 经过一场大战 成功将天台那尊武八重强者 积伤淘汰掉 不过此事并没有让天台的人 有任何的波动 那人修为尊武八重 在天台修为 算是最强的己人之一 但却只是门徒 而非清传弟子 既然天台遭到围剿 以天台在尊主级别的弱势 他淘汰是必然的趋势 接下来的天台十一人 就只剩下 穆峰不是清传弟子了 他们若是知道 此刻天台还没有被淘汰的十一人 全部都是清传弟子 不知道会是何感想 穆峰 是凌峰 宇皇所说的第十一位清传弟子 本章完 是凌峰 一休 算是凌峰 小心 你的己 campe 也 劳